我是一名网红主播,我叫纪可儿 完美身材,甜美相貌,各项技能 这些我全都是满分 可能唯一不足的就是 为什么我会出生在一个园林世家 有历史记载,从明朝开始 纪家便是有名的园林世家 虽然家里以此为荣 但我真的很不喜欢植物 铁铁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先画爱心小礼物走一走 谢谢大家,么么哒 就在要关播时,弹幕上依旧飘着各种弹幕 可儿老是别走 画得好萌 喜欢可儿的话,可儿好好休息 你的痴心法 这次整整直播了两个小时 他喵得真是类似老娘啊 但现实里,我是个学农业资源与环境专业的大学生 我讨厌一切植物 尤其是这株从我家传家宝花盆里长出的仙人掌 又丑又蠢,还占地方 最重要的是,我每天给他浇这么多水 怎么还是死不了 好丢脸 谁家传家宝是一盆仙人掌啊 当我刚转过身,一个不小心 我竟被这货的盆给绊倒了 重重的一头摔在地上 气死老娘了 说你几句还不乐意听了 疼死我了 可就在这时 这仙人掌竟突然朝我倒了过来 不要 我的脸 救命 就在我以为我会一令呜呼呼的时候 再次睁开眼却发现 一个帅气的男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你你你,你是什么东西 刚才找我的仙人掌呢 你好,我是来自明朝的仙人掌 也就是你们家的守护神 你,是不是有病 哥们现在是二十一世界 哪里还有什么明朝 我没病 小姐 我算到既家族有难 所以才幻化人形 刚想要站起来就听到扑的一声 这仙人掌 尽造了一块地毯出来 不对 是一片云 一片能拖起人的云 这又是什么 快放我下去 我恐高 喂 我要下去 只见这仙人掌 只是打了一个响指 这云还真的降下来了 这些精灵还挺听话的 就当我要来研究一下这东西的时候 你永远都不会想到 明天和意外 那个会先到来 对 对不起 小姐 我只能让他们维持十五秒 我靠 怎么我家族会有你这么不靠谱的守护神 守护神嫌弃地看着这周围的环境 整个环境内就只充斥着三个字 脏 乱 差 喂 你有没有听见本小姐我说话 你是不是龙的传人 小姐 这里太乱 我整理一下 不介意吧 守护神说完 便发动了法术 操控着一群小精灵 开始整理起来 继可看到小精灵拿着他的平板 直接伸手去抢 嘴里说道 不介意才怪 不许动我的东西 就在他抢平板之时 一不小心划破了手 守护神健壮 如同命令般地说了句 别动 随即他便拿起这只受伤的手 只是吹了一口气 竟然痊愈了 太不可思议了 谢谢 小姐 您真是客气了 古人云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如今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你能教我怎么谈恋爱吗 或者是小姐 你能以身相许 教教我找到爱的感觉吗 变 变态爱你 死变态 要求一个女生做这种事情 害不害臊 我 可是最讨厌植物的 务农少女 继可 今天 我竟然被一株仙人掌 要求教她如何谈恋爱 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只是我悲惨生活 开始的前奏 就当继可 在屋里怒吹守护神的时候 窗外竟然缓缓伸进来 一只藤腕 就在这时 头顶的藤腕也幻化出了人形 并说道 不枉我等这么久 终于等到你化成人形 四百年仙人掌画形成人的精华 是我的了 说完 便直接冲了下来 可我们的女主 哪见过这种东西 大叫一声 然后就起身撒腿就跑 可她哪能跑得过妖怪 只见这只藤腕 马上要抓到她的时候 竟然在她的身旁 出现了一个屏障 原来是这所谓的守护神 看来她还真有那么点本事 可而害怕地 躲在了仙人掌的身后 随即问道 这又是什么东西 该死 打不过 咱就说 你这也太菜了 打不过就打不过吧 还被搞了一身刺 那跟同万事走了吗 她为什么会抓我 以前我怎么没见过 真的离谱 抱歉小姐 因为我作为技家的守护神 属于半身纪别 我化形之后的气息 会吸引一些低等小妖 希望没能吓到你 没吓到才怪 小姐 我是算到技家有难 技家现任家主 也就是你的爷爷病危 你这死妖怪 不要诅咒我爷爷 他在老家好好的 你等着 我这就给爷爷打电话 喂 吴妈呀 我是可儿 让我爷爷接下电话呗 可接下来电话那头的对话 却直接给了可儿一个霹雳 好 吴妈 我知道了 我这就回去 挂完电话的可儿 一把抓起钱包 朝着门外跑了出去 刚才的电话 如同当头一棒 那边说和他相依为命的爷爷 突发重病 你等一下 跟我走 这样快些 我带你回家 这一番话 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心情莫名地平静下来 坐在一旁的守护神 伸手遮住了他的眼睛 喂 你要干什么 小姐 你要是怕高的话 闭上眼睛会好一点 嗯 不过一会儿便回到了家中 吴妈紧随其后地告诉他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老爷前几日突然就病了 医院都束手无策 可儿赶忙来到了爷爷的床前 看到眼前奄奄一息的爷爷 伤心地哭了起来 这时守护神走了过来 拍了下他的肩膀并告诉他 你爷爷的病 需要我凝炼出的仙人掌真爱精华 才能化险为夷 小姐 想凝炼出真爱精华 需要我经历一次真爱 季克尔 委屈地哭着说道 特喵的 从今天开始 你的恋爱由我负责 我叫季克尔 22岁 网上小有名气的漫画家网红 为了治好爷爷的病 现在我再叫一株仙人掌谈恋爱 期限是 直到他找到真爱为止 季小姐 这次是要去参加什么类型的 party 想要什么样的造型 这次不是我 给他换个发型 然后选几件像样的衣服 好的 先生这边请 季小姐 您请在贵宾区稍等 这姑娘也不知道 在哪搞了一本植物医学导论 真是一个爷爷病了 才知道努力的专业科学渣 这时 一旁的工作人员喊道 季小姐 您看这种风格可以吗 这还挺像样的吗 季小姐 这几件刚才先生试过 也很合适您看下 仙人掌真是打断道 但是可儿 这条裤子布料有点少 窜风 这样吧 这件 这件和这件 都包起来 全都要了 OK 季小姐慢走 多谢惠顾 欢迎下次再来 帅是帅 但毕竟都活了四百年 也不知道能不能聊到现代的妹子 这种美少男 一般都是现代社会的宠 走在马路上 都会惹得别人多看几眼 你看那个男生 好帅啊 人家女朋友就在旁边 帅哥都有美女配 死心吧你 果然是我想多了 这个看脸的世界 可儿 谈恋爱的必须要素 我现在都具备了吗 远了哥们 你现在只过了外表观 作为一个男人 绅士和浪漫 才是必杀技 昨晚和你说的 壁东 搭讪 约咖啡厅送花布置惊喜 四部套路都练熟了吗 我一直在钻研 你画给我的示意图 停 你记住 这不是钻研的问题 现在没有姑娘会愿意 跟个老古董谈恋爱 可儿说着说着 谁知这蠢货 还真的给现场表演了一套 这位美丽的小姐 我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 就在进行到一半 这蠢货竟然忘词了 嘴里默念着 壁东 搭讪 约咖啡厅 这时扑的一声 周围竟接满了仙人掌花 哇 这些精灵还会开花 是的 这样的花 你喜欢吗 算 算你合格了 就在这时 快要受不了的 即可儿一把推开这蠢货 笑什么笑 有本事去聊个妹子回来 我还等着救爷爷呢 被推出来的守护神 左右迷茫地走在大街上 稀里糊涂地走到了警局旁 哎 真是没想到 这货竟然把目光 放到了一个路过的女警身上 这个女生很不错爱 看起来可以认真谈恋爱的样子 说完这货 竟然用身体挡住了前方的女警 先生 你有什么事吗 随后这一举动 直接惊呆了女警 这蠢货直接一个壁咚 嘴里还大声说道 请和我去喝咖啡 女警哪见过这场面 没想到自己在自家门口被人调戏了 然后直接一个侧衰 将他按到在地 真是一个悲哀的神了 结果更是想都不用想 直接被抓进了警察局审问起来 继克尔也被传唤了过来 对不起对不起 我朋友刚从老家过来 好多事不懂 那也不能在警局门前调戏警察 是是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他 看在没有案底的份上 这次先不追究 再有下次 是 一定没有下次警官 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那我们就先撤 克尔一路都黑着脸 是我弄巧成桌 惹他生气了吗 我得做点什么才行 回家后这蠢货 就开始大量的翻找书籍 原来他还有一本恋爱攻略 随后便打开研究起来 没有什么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 要抓住女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他的胃 想到这里他摇身一变 给自己变出来了一个做饭的围裙 小精灵在他身边围绕着 给他搬运着各种食材 他想要大展拳脚 因为拥有法术的原因 没过多久便做好端了过来 克尔 我进来了 先休息一下吧 我准备了晚餐 哟 真没想到 你竟然还会做菜 让我来瞅瞅你都做了啥 我说哥们 你确定你做的这饭能吃吗 我怎么感觉不太安全呢 克尔为了不打消他的积极性 便拿来一份 用勺子挖了一勺 但是却迟迟没有下口 就在克尔的大脑 还在做着思想工作的时候 勺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小精灵 并且还是一直去了刺的小精灵 看到这一幕的克尔 再也忍受不住 大声吼道 你在汤里都放了些什么呀 刚说完 每个盘子里 都开始往外飘出小精灵 就这玩意儿吃到肚里 我估计好不饿 我也准备了其他食材 但不太会用你们的火 那些不熟的话 没办法吃 克尔抓起一只小精灵 对着他说道 你这东西熟了也不能吃 看到满身污渍的守护神 克尔也没有在说什么 克尔伸手就要收拾这堆垃圾 守护神连忙说道 克尔我来 我会收拾好的 婷婷你还是算了吧 打住 别再添乱了行吗 我去叫吴妈 随后便给他丢过去一套洗浴工具 并告诉他 你把自己洗干净 就算帮忙 哎 我也真是蠢啊 饭都不会做 还指望他谈恋爱 我真是太乐观了 等等 那家伙刚才是不是被我撵去洗澡来着 他好像还怕水 想到这点的克尔 一路小跑 赶忙过去找他 你可不能淹死啊 还指望你救我爷爷呢 然而这时的仙人掌已经洗完了 克尔 你是在找我吗 这时看到他的克尔 直接捂住了双眼 大声吼着 混蛋仙人掌 你怎么不穿衣服啊 克尔 那是意外 我没想到你会突然过来 然后 他便摇身一变成了仙人掌 我脱衣服 是为了化成圆形 我们仙人掌聚水 土中的精华 就是我们清洁自身的媒介 还能有这种操作 只有我用圆形扎根于土壤 才能从中吸取精华 好像黑夜中的一颗星星 就这样坐立在这里 洒满金光 仙人掌变回了人形 然后早有预谋的 给他准备好了衣服 并告知他 那清洁完 也应该及时知道穿衣服 好尴尬 我刚才是不是对他太凶了 这下可怎么办 爷爷的并没有头绪 还得继续教他谈恋爱呢 克尔打开手机 结果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则广告 你还在为一中人迟迟未见而烦恼吗 你还在为久久等不来真爱而日渐消沉吗 姑且就打开看看 万一就行了吗 国内首个贵妇相亲节目 KK有约 33姐带你脱单 带你飞 原来是33的 KK有约 害我白期待一场 真是没意思 纯广告 到了深夜 仙人掌来到了可儿的房间 看到熟睡的可儿 他便开始了翻箱倒柜 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 还是没有 怎么办 这样下去只能 话还没说完 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到身后面有一个身影穿过 回头一看 什么都没有 可儿已经睡着了 难道是错觉吗 这时 一只手伸了过来 放在了他的肩膀说道 冒充我的日子过得很惬意吗 假货 听到这话的守护神 直接一个转身 放出无数根仙人掌刺 并喊道 什么人 然而 这人只是一个闪身 便躲了过去 并且 手里还接住了一根刺 随即便拿着仙人掌刺嘲讽道 看来最近长进很多吗 这时 这个男人低头说了起来 区区仙人掌腰 居然敢冒充技嘉守护神 胆子不小 这时 仙人掌露出了圆形 身体上长满了尖刺 你们作为守护神 又怎么会明白我们这些小妖 话没说完 这个男人就一个闪身冲了过来 手里拿着武器 似乎是想要杀了他 仙人掌换出护盾 但是只是一刀 便被这个男人击破 男人的刀锋 在仙人掌身上 划出一个口子 这个男人的气场异常强大 看到此景 他嘴角微微上扬 似乎胜败已定 可就在他想再次动手的时候 一旁睡觉的继可儿醒了过来 继可儿看到这一幕 也是吓了一跳 他的卧室里面 怎么会出现两个男人 看到醒来的继可儿 这个男人 也是把刀收了起来 他连忙起身跑了过去 仙人掌 你没事吧 混蛋 大半夜闯到我家 还动手伤人 你以为你是谁啊 仙人掌 你不要怕 这可是我技家的地盘 我看是谁敢在我们技家地盘上撒野 他的这一席话 直接给一旁的男人都给看笑了 哎我说 臭妖怪 笑什么呀 看来大小姐都是不好惹的呀 最时的男人开始反驳道 是我们技家的地盘 我才是技家传了四百年的守护神 你面前那个 他不过是趁我闭关出来导尸的小妖 技可又重新地审视了一遍面前的这个男人 烫着头 打着耳钉 还穿着潮服 你说 你是守护神 骗鬼吧你 爷爷给的传家宝花盆里长出来的是他 我家只有仙人掌守护神 此时的男人 似乎已经听得不耐烦了 手指顺势想抽出刀鞘里的刀 技可对着仙人掌说道 你放心 我不会相信这家伙的鬼话 然而当他刚说完 仙人掌就露出了他的原形 他一把掐住技可的脖子 技可大喊着 仙人掌 你干什么 你知道我要什么 他是技家唯一的继承人 把戒指给我 不然我让他死 这时的技可后悔极了 他没想到他一直以来 都在任一个妖怪当技家的守护神 而这时的仙人掌居然想要杀了他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仙人掌 你之前都是骗我的吗 这时 他的手掐得更紧了 快点 得不到戒指 我让他陪葬 威胁我 不过你都这样说了 我也没办法 谁让我是技家守护神呢 这时 男人掏出了仙人掌想要的戒指 诺 戒指在这里 够胆就过来拿 然而仙人掌却依旧没有过去 连过来交换人质的胆量都没有 也配给予我技家的镇宅质宝 真是可笑 这时的仙人掌 小心翼翼地走了过来 可就在瞬间 男人手里的戒指 伸出数条藤腕 直接绑住了仙人掌 真是可笑 这是给你的惩罚 这时的仙人掌已经被五花大绑了 真是愚蠢 我怎么可能把技家的宝贝 交给你这种小妖 傻不傻 因为仙人掌被牵着的原因 继可也被挂了起来 他大叫着 救命啊 我怕高 糟了 忘了还有个人 这个人 男人发动法术 树根藤腕 直接编出一张网 将继可接了下来 谢 谢谢 而此时 继可脖子上的伤 也已经愈合了 救下他的男人 随即把继可扔扔到一边 喂 有你这么救人的吗 你倒我是铁饼还是千球 男人慢慢走了过来 对着仙人掌说道 冒充守护神的游戏 到此结束 假货 男人拔出刀 想要将它吸收掉 就在吸收了一半的时候 继可竟连忙阻止 你等一下 喂 我说了 让你等一下的 男人走过来犀利地说道 等什么 等你和那个假货依依不舍地道个别 你爷爷生病 正好一株仙人掌告诉你 和他谈恋爱 就能治好爷爷的病 你总不会对这种玛丽苏情节 深信不疑吧 少女 我没相信 但是爷爷的病 确实很严重 说完 便随即一把推开男人走了出去 等等 你去哪 哎 你就不能听人把话说完吗 原来继可来到了爷爷的房间 看着躺在床上的爷爷说道 还有什么好说的 你说仙人掌是假的 没问题 但是如今他被你变回原形 可爷爷的病情怎么会突然恶化 真是愚蠢 那是因为 仙人掌是害你爷爷生病的罪魁祸首 我才是技家的仙草守护神 说着便随即亮出了手里的刀来作证 每三十年 我会避一次关 期间会作为草子 沉睡在花盆里 仙人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夺取戒指 包括让你爷爷生病 和诱导你同他恋爱 这么说来 为什么他好像明明什么都不懂 却总能意料之外的 让人脸红心跳 为什么他刚刚化行 就有机会英雄救美 之后却再没有妖精出现 藤万金逃走他也没有追 原来 这一切 都是他策划好的 是仙人掌害了爷爷 这时 继可儿似乎想到了什么 紧忙跑到桌子边 一把拿起桌上的电话 守护神连忙阻止道 你又想干什么 你放开 我要交救护车 仙人掌害爷爷生病 但现在仙人掌又没办法治好他 我难道要把爷爷放在这里 坐以待毙吗 守护神抓着继可儿 来到了爷爷床前说道 没用的 植物毒素通过腰力 渗透进你爷爷体内 医院拿这个没办法 你有办法救爷爷 这时 仙人掌把手放了上去 这时 爷爷的周围出现金光 没过一会儿 爷爷竟有所好转 我只能暂时阻止毒素蔓延 要根除毒素 需要激活这枚戒指 技嘉何以成为园林世家 是因为这枚灵界是神农士所传的神物 汇聚天地间的草木之灵气 说着 守护神便带着继可儿 来到了地下室 他们来到了地下室的最底层 这里墙上充满了各种植物的壁画 中间的石台上 还放着一本书 仙人掌之类的小妖 得到这枚戒指 可以大幅度提升修为 你爷爷体内的毒素 靠这枚戒指 就能完全清楚 继可儿捧起树看了起来 随即问道 汉旦 萧香 红雨 曼珠沙花 这都是什么呀 这分别是四种植物化成的妖 莲 竹 桃 和彼岸花 只有他们的晶圆 才能激活这枚戒指 问题是 这四妖已经神异 如果要找到他们 除非回到 技嘉鼎盛时期的明朝 回到明朝 这时 守护神将手放在了石台子上 而石台的中央 竟发出耀眼的白光柱 这光柱散发的冲击 差点将继可儿击倒 守护神顺势便接住了他 看他这操作 竟然还是个绅士男 守护神一把抱起技可儿 直接朝着光柱跳了进去 一道白光闪过 他们静止来到了明朝时代的技嘉上空 守护神得意地说着 这才是守护神应有的实力 厉害吧 害个鬼啊 都说了我怕高 看我不垂死你 这时 守护神一把接过他的拳头 并威胁道 喂 你在乱动 我可是会把你摔下去的 说完 这男人竟然真的撒开了手 想要吓唬吓唬他 这一举动 直接吓得技可儿 一把抱住守护神 大声喊着 不要啊 守护神并没有把他扔下去 随后便开始发动法术 开始了缓缓地下降 直到接触到地面 这么看来 这个人 其实也没有那么可恶 你要 然而刚落地 守护神就撒开了手 一旁的技可儿应声倒地 我说 你是不是有病啊 干嘛突然松手 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语 倒地儿了不下车 还一直盯着我看 你才是有病吧 我他喵的 我要收回那句 觉得他不可恶的话 这时守护神说道 啊 我觉得你们那个朝代的打扮 真的是很奇怪 破步鞋 是黄色裤子 明明只是 你自己打扮奇怪吧 听到这话的守护神 直接给来了个现实版的变身 还是这样比较帅吧 就算这样 也改变不了你很可恶的事实 莫名其妙地冒出来说 自己才是我们家的守护神 莫名其妙带我来这个鬼地方 说什么捉妖怪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一株活了四千年的宣草妖 你说我莫名其妙 告诉你 我的名字叫黄 奥 天 笑死我了 黄 黄奥天 哈哈 你怎么不姓龙 龙奥天 哈哈 还说我玛丽苏看多了 你是杰克苏看多了吧 喂 你这刀柄上面长得是不是 那个黄花菜的话 我在爷爷的书上看过 黄花菜学名叫宣草 一株活了四千年的黄花菜 名字叫黄奥天 喜死人了 不许叫我黄花菜 哈哈 我回去一定要讲给我的粉丝听 真是可笑啊 就在这时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扯了一下寄坎的衣服 他赶忙起身 一把抓住黄花菜的胳膊 并大声叫道 谁抓我屁股 原来是地上不知 从那钻出来一个小妖 抓了一下他的屁股 这时黄奥天无意间看到他的屁股上 竟然还扎着一根仙人掌刺 他思考了片刻 便随即抽出腰间的佩刀 指着问道 你是那个冒牌货 说 你跟来做什么 原来是仙人掌腰 这时他嘴里屋里挖拉地讲了一堆 但是似乎根本听不懂 黄奥天可不管这套 卖什么吗 说人话 这时 这小妖再次跑到了寄坎的身后 啊 我记起来了 长长 你怎么跟过来了 你认错了 他是我新买的玩偶 叫长长了 特别智能 这时 继可儿拧了下他的屁股说道 一拍屁股 就能发出木喀的叫声 是不是特别厉害 然而黄奥天依旧似乎并没有听 一把掐住仙人掌的脖子 并嘲讽道 以为谁都像你一样蠢吗 继可儿见状赶忙说道 别动手别动手 他又没有真的伤害到谁 您武力这么高 他一个话都不会说的小妖 哪能在您手底下造词 你说这个 那肯定是 那就不劳大侠操心了 我来拿着他 他先前被我打伤 妖力智力都已经退化了 不过 他要是敢有什么小动作 我还是会第一时间杀了他 知道了知道了 长长你知道了吗 刚说完 仙人掌就跑了下去 喂 你去哪儿 你倒是等等我呀 等等我 黄花菜 去祭府 再说一遍 老子的名字叫黄奥天 没过一会儿 他们便走到了 祭府的大门外 没想到我原来是个父二十几代呢 这个大门好大气啊 刚说完 黄奥天就上下打量着他 你干嘛 看我干嘛 我带你穿越回来的事 不能被任何人知道 所以你这身衣服也太奇怪了 我亲爱的黄大侠 这件事 您是刚想起来吗 说着黄奥天就给他用法术 做了一身衣服出来 不是 你确定这样不会更奇怪 这是我们植物界的流行款 看起来并不适合凡人 再来 随后 黄奥天便打了个响指 这一次又换了种风格 但是整体看上去 还是不好看 我觉得 这是你们凡人设计出的 最美的一种布料 你看它颜色艳丽而不夸张 最重要的是 把这么多花印在上面 显得低调又奢华 你明明 给我换一套纯色的 说完便又换了一身 换完这身之后 祭壳的脸都黑了 黄奥天的得意洋洋地说道 你现在身上这个 这是我见过最高级的一种颜色了 算了吧 还是不要勉强自己了 你有钱吗 我最讨厌逛街了 女人真是世界上最麻烦的生物 哎 你说我给她设计的衣服 不好看吗 不许说不好看 这时 购物完的寄可儿走了出来 开口问道 好看吗 不好看 哪里不好看了 是你眼睛有问题吧 哼 就这些东西 比起我的设计差远了 我的料子 都比这个好 然而 这时他们不知道的是 墙上正有一双眼睛 在盯着他们的踪迹 黄奥天 赫赫有名的战神黄奥天 我等了你两千年 你居然做了一介凡人的守护神 还像的老妈子一样 伺候凡人买衣服 如果把你守护的凡人都杀死 肯定非常有意思 终于进来了 哇 这才是我们技家鼎盛时期 该有的模样啊 我增增增 曾爷爷一定是个 很厉害的造员师吧 他是不是特别有魅力 不 继承是一个 一言难尽的人 哎 难道他 最迟的继承 看到黄奥天回来 黄大人 你回来了 快快洗手吃饭了 黄大人 您怎么带了位姑娘回来 这位姑娘是 爷爷您还不认识我 我是您的 啪 话还没说完 就被黄奥天给堵上了 她是我路上买的丫鬟 叫饥渴 无父无母 怪可怜的 继承你不介意 家里多双筷子吧 哼 你才饥渴 你全家都饥渴 当然不介意 来来来 这位饥渴姑娘 赶紧进屋吃饭 黄奥天对着饥渴儿小声说道 穿越时间之门 是被上神明令禁止的 如果被别人知道 你的身份 我可没有办法 再帮你救爷爷了 吃饭饭了 东坡肘子 红烧带鱼 酱牛肉 哦 是 肉 太幸福了哈 黄大人 看来这位饥渴姑娘 应该是很久没吃过肉了吧 就在饥渴儿 想要享受的时候 突然一个声音传了过来 又是一桌 令人作呕的肉菜 黄奥天直接怒对道 怎么 你不满意吗 打一架 但这女人 似乎并不爱怕黄奥天 来呀 老娘怕你吗 一旁的继承健壮 哎呀呀 一家人不要吵架了 花梁花大管家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们既家以爱护草木文明 每一棵蔬菜 每一棵果实 都孕育着一个纯洁的生命 是不能随便吃的 黄大人只是爱护花花草草 和措置 这老头话还没说完 便被花莲一拳打飞 啊 吃饱了 真是太好吃了 这顿饭就数他吃的多 几乎都光盘行动了 哎呀 现在是生活好了呀 想当年 我还是个小小的花匠的时候 这时黄奥天打断道 我吃饱了 先回房休息了 我也吃饱了 你们慢慢聊 哎 我说 你们两个跑慢一点要 饭后不宜剧烈运动 姑娘 你愿意听一听 爷爷年轻时候的故事吗 呃 您讲吧 现在 儿子们远在外地当差 就剩我和花莲 还有十几个家丁 守着这个院子 原来黄花菜说的 一言难尽 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 姑娘你看着亲切 让我想起我在外的孙女了 不介意我叫你烤吧 肉吃多了会上火 趁着黄大人不在 我把压箱底茶叶拿出来了 去火的 快喝吧 继承的这一举动 让他想起了小时候 可儿 趁着你爸妈不在 爷爷给你拿了你 最爱吃的奶糖 快吃吧 嗯 怎么不接呢 是不喜欢吗 不 谢谢老爷 孩子 还跟我客气 曾爷爷虽然有点啰嗦 但也是因为儿女 不在身边的原因吧 我以后一定要多陪陪他 继可儿刚回到房间 就看到了光着身子的黄傲天 你你你为什么 在我的房间 这明明是我的房间啊 你看那边 我不管 继老爷说了 我的房间就是这一间 你给我出去 你老爷说的没错 你今天晚上 是要跟我睡一间 凭什么要我跟你一间 凭你是我的丫鬟 就该贴身伺候我 那我不干了 然而就在这时 黄傲天一把将继可儿扛了起来 流氓啊 快放我下来 走到张床边 一把将他扔到床上 你你你 你别过来 你想多了 灵界 还给你 还给我 什么意思 灵界本来就是你们继家的东西 他恰好可以牵制我的灵力 如果不是这样 你以为我黄傲天会愿意当 你们家的守护神 哦 那守护神必须跟继家的黄花大闺女 在一张床上 才能守护了 我什么女人没见过 会对你一个黄毛丫头有兴趣 我不是必须跟你一张床 我是必须和灵界一张床而已 如果你不信任我 以这把刀为界 如果我越界 你可以拿他杀了我 算了算了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困死我了 明天 我们必须离开继府 时间之门从闭合道开启 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如果我们在这三个月内 不能收服四大妖 就必须再等三个月 你爷爷的病可耽误不了那么久 怎么没反应了 喂喂 睡得可真快啊 就在他们熟睡时 一根藤蔓来到了继府 并顺着窗户爬了进来 这个黄花菜满嘴跑火车 还一本正经的要耍流氓 我信他才怪 既然抓到妖怪激活戒指 就可以救爷爷 我自己顾几个和尚道士 也一样可以做到 随即他就坐了起来 就在他想跨过黄傲天要走的时候 一根藤蔓扯住了他的腿 因为被扯住的原因 他一下趴在了黄傲天的身上 直接给黄傲天搞醒了 藤蔓也开始从他的脚 蔓延到腰间 连带着黄傲天 一起捆了起来 哎呀 你这人流氓 没想到你还好这口 不是我干的 你别乱动 说着黄傲天便一刀斩断 身上的藤蔓 继可耳扭过脸去 却发现他们屋子里面 已经布满了藤蔓 这是怎么回事 没见过植物成精吗 快走 不要追我 救命 凡人们 摊上黄傲天这种人渣 当你们的守护神 就不要怪我太狠心了 不要 不要啊 就在这时黄傲天一刀斩断了丫鬟身上的藤蔓 并对其说道 姑娘 你没事吧 爬山湖已经把整个祭府包围了 你们们拿看火把到空地上去 不要靠近有梁柱的建筑 黄花菜你干嘛去 废话 当然是救你曾爷爷了 我也要去 黄大人 不要过去啊 老爷的卧房已经塌了 曾爷爷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或许还有救 只见黄傲天发动法术 直接击飞了身旁的石头柱子等杂物 藤蔓也被击退了 这时被压在柱子下的继承也是漏了出来 一旁的继可儿大喊着曾爷爷爷 刚才那一举动 也是让黄傲天受到了间接性的伤害 呵 刚使了一个招式就不行了 黄傲天 这不是你的实力啊 接下来 还有更好玩的 就在这时地面突然冲出一根 如同胳膊粗的藤腕 直接捆住了继承的脖子 又伸出来一根 顺带着将继可儿也给捆了起来 哈哈哈哈 守护神 这两个我看你能守护住谁 黄大人 你不要管我 快去救可儿他年纪那么小 他还没有找婆家 还没有生过娃 没有完整地体验过人生百味 也比我更应该活下来 黄大人 别再犹豫了 大人 再不救就来不及了 黄傲天怒斥道 闭嘴 随即便拿起佩刀 一刀斩断了缠在可儿身上的藤腕 呵 黄傲天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好色之徒了 不过 既然你选择了他 那另一个 就必须去死了 这时 缠在继承身上的藤腕 开始收得更紧 可儿大喊着 岑爷爷 岑爷爷 你再坚持一下 我去救你 就在他要冲出去的时候 黄傲天一把把他抱紧 黄傲天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疯了吗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救你岑爷爷了 你都没有去救 怎么知道没有办法 藤腕又再一次地缠上了继可儿的脚 黄傲天紧忙说道 跟我走 再不走 我们两个都要死在这里 要走你自己走 我宁愿自己因为救人而死 你不可能眼看着岑爷爷死在我面前 跟我走 人必须要做出选择 我的灵力已经快要透支了 只能带一个人离开 跟我走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是花莲 黄花菜 你带着那个丫头先走 背后的人听着 我不管你是爬山虎 还是什么壁虎成镜 想要灭我继辅 先问问我手里 这把严罗扇 花莲朝着藤腕甩出严罗扇 只见这扇子斩藤腕如消铁如泥一般 黄傲天见状 赶忙搀扶着 继可儿就要走 走 我们快走 花莲也借机搀扶起继承嘴里说道 死老头 怎么这么沉 花管家 不要白费力气了 你是修仙之人 以你的修为 现在走还来得及 藤腕直接朝着花莲的后背打去 继老头 你给老娘闭嘴 我花莲就算死也要 亦要守住继府 黄傲天 你放我下去 继可儿 我告诉你 看不下去就别看 你不要忘记你的使命 你要留着命 激活灵界救你 生活在现代的爷爷 花管家的使命 是守护继府 保住家主 我的使命 是保护继家的最后的血脉 那就是你 我们的使命 决定我们不能停下来 你明白吗 黄傲天你放开我 我做不到 纯女人 你好好想一想 如果回到现代 这些人早就已经化成一批黄土了 你现在去救他们 有什么意义 意义 对 去救活着的人 才有意义 说完可儿便流出了眼泪 这也许就是无奈吧 你这个臭流氓 不要借机占我便宜 要不是怕你掉下去 谁会愿意抱着你 你让我拉开你的胳膊不行吗 行行行 只要你别掉下去 这时 继可儿一口咬上了黄傲天的胳膊 他也顺势掉了下去 黄傲天 我告诉你 两个爷爷哪个我都不可能放弃 这就是意义 只有女人会做没有意义的事 他拿起一根着火的木棍 想要对着蜡烛 嘴里还说道 所有的植物肯定都怕火 我一定可以就得了曾爷爷 看来我猜对了 该死的藤蔓 放马过来吧 就在这时 他的面前冲出来一根 比他身体还要粗壮的藤蔓 而此时他手里的火把 已然是没有了什么卵用 糟了 这个妖怪背后 还有别的力量 呦 原来还会自己送上门来 呵呵 那就一锅端了吧 彭万一把抓起继可 并将他死死缠住 我还是太没用了 无论谁我也就不了 真是个蠢女人 不要来救我 拿着灵界 去救我爷爷 拜托了 随后 他便摘下灵界 朝着黄傲天丢了过去 刚说完 彭万竟直刺穿了继可的身体 可刚刺穿他的身体 继可便莫名其妙地凭空消失了 就在这时黄傲天的头上空 发出耀眼的金光 是 灵界 原来是刚才的继可 悲愤无奈的眼泪落到了灵界上 激活了灵界 并且在运用灵界 但是好像失去了神志 两眼散发着金光 白衣男子高兴地说道 呵呵 原来传说中 神农室的灵界却有此物啊 然而此时灵界散发出来的光 似乎想要蔓延周围的一切 满园的藤蔓也被驱散开 黄傲天一个快步闪身猛的一跳 来到了上空 搀扶着继可 借用上古神的力量 黄傲天你这条狗 当得可真称职啊 我们的账 我会跟你慢慢算 看情况不对 白衣男子赶忙离开了现场 这时的黄傲天 也是看到了逃走的白衣男 他咽了口唾沫说道 原来背后的人 是你吗 黄傲天怀里抱着的继可 这会儿也是回复了神志 他张口问道 黄花菜 他们得救了吗 不 可儿 他们被灵界封印起来了 封印 什么意思 会活过来吗 或许会的 说便 可儿就从黄傲天的怀里 划了下去 黄傲天一把抓住 并摇晃着喊道 可儿 你醒醒 喂 头好痛 不想睁开眼睛 可儿再次陷入了 回忆中 似乎是一场车祸现场 妈妈 可儿乖 你现在 赶快爬出去 不 我不要 可儿听话 妈妈现在动不了 只有你出去了 才可以叫人救爸爸妈妈呀 可儿跑着去喊人 想着 爸爸妈妈要靠我才能得救 我一定可以 可才跑出白米远 身后就传来崩的一声 汽车爆炸了 妈妈 爸爸 你们不要离开我 可儿不要你们死 妈妈 想到这里 可儿在昏迷中醒来 而在他面前 躺着的正是黄傲天 他的身体充满鲜血 他搀扶着黄傲天问道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伤得这么重 怎么办 得赶快找个医生 不知道有没有会给植物看病的 可就在这时 黄傲天一把搂住继可儿 继可儿摸着他的头说道 再忍一忍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继可儿在黄傲天的身上 发现一根刺 便顺手拿了起来 这是什么 正在他想要仔细钻研一下的时候 这次竟然变身了 原来是小仙人掌 别过来啊 这又是什么妖怪 晚不成 你是 掌掌 可是掌掌 你怎么变成 一个球了 原来是这小仙人掌 被之前的腾乱打回了原形 对 对不起 掌掌 可以先帮我个忙吗 这时的黄傲天 似乎也在做着什么噩梦 梦里他被关进了一间 满是荆棘的监狱里 身边还站着一个女人 女人严肃地问道 怎么 黄傲天 你看见了吗 因为你的一意孤行 这些陪你冒险的同伴 都要去死了 我问你 你后不后悔 很好 把他们全杀了吧 女子说完 天空中惊现万道闪电 静置劈众地面上的小妖 梦坐到这里 黄傲天直接被吓醒了 出了一身汗 他的身体 也被包扎了起来 你醒了 掌掌带我去采了 几样草药给你敷上的 你感觉好一些了吗 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是我闯的货我会负责的 算了吧 当一个人没有能力 为他的决定负责的时候 他当初就不应该 做这个决定 我只希望你以后 不要做这种 一意孤行的蠢事了 可能你觉得 我这是犯蠢吧 可即使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也依然会烦 你再休息一会儿吧 我和掌掌 再去给你找一些药 啊 今天的月亮真的好圆了 好像快要中秋节了吧 等我们激活了灵界 我带你回去 我爷爷会调好多 不同口味的月饼馅料 每种都特别好吃 对了 还有盐水鸡 大闸蟹 爷爷还会给我 扎很多风筝 春秋天 我们可以去放风筝 你知道吗 爷爷给我扎的风筝 永远都是广场上 飞得最高的那个 说到这里 这蠢女人 再一次地哭了起来 你说我是不是特别没用 爸妈去世以后 爷爷怕我自卑 每天变着花样的宠我 可是上大学以后 我忙着做主播 总是忽视爷爷 要我回家的请求 连电话都很少打 现在我根本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回去见爷物 还能不能见到爷爷 黄花菜说的 对我能有什么能力 只会闯祸 现在继府 被我莫名其妙封印起来了 我连什么是封印都不懂 你和黄花菜 都受了这么重的伤 我还大言不惭地 说不后悔这样的话 对不起 对不起 就在他在这里 自言自语的时候 黄澳天在他身后的 一棵树下 一直在看着 听着 喂 喂喂 醒醒 太阳都要晒屁股了继可儿 哎呀 你好烦啊 睁开眼的继可儿 直接躲到墙角说道 你是不是有暴露痞啊 每天都要来这么一处 喂 你看不出来吗 你该给我换药了 继可姑娘 抬胳膊 怎么 被本大爷的身材迷住了吗 原来是继可儿看到了 黄澳天背上的伤 你的伤 是怎么来的 这还用问吗 走路摔的呗 像某个笨手笨脚的人一样 踩得要都能把手磕破 不是磕的 是被草丛里的草划伤的 不对 你才笨手笨脚 总之 谢谢你啊 哎 这小子转性了 还有 对不起 我不应该说你没有能力 事情发生的时候 谁都不能预知结果 所以我不能说你 冲下去救他们就是错的 事实上 如果不是你 做出牺牲的决定 触发灵界封印了继府 继府现在 恐怕已经不复存在了 从另一方面说 封印恰好变成了 保护继府的一道屏障 只要想办法解除封印 继府就还有一线生机 真的吗 有什么办法 要我告诉你 你得先答应我一个要求 你跟我睡的第一天 是想拿着灵界逃跑 自己去找妖怪吧 其实你一直都没信任过我 所以我要求 你从现在开始 无条件地相信我 你能做得到吗 啊 还有一个要求 以后不许叫我黄花菜 我有名字叫黄傲天 好 啊 还有一个要求 以后每天都要一起睡觉 喂 这是什么过分要求 相传 神农士的灵界 掌握着世间万物生于灭的法门 在福西 神农士三大始祖 绝地天地后 这只灵界不知为何流落人间 草木界妖力最强的四大恶妖 基于灵界的神力 都企图将灵界据为己有 一位高人 为制衡四妖 设法让他们每个人都在灵界上 刻下一道静止 只有将四妖的晶圆汇集 才可解封 这位高人出自你们纪家 这没灵界 就成了你们纪家的传家宝 我猜你当时受伤生命垂危 灵界应该是为了保护你 所以展开了灭的封印生长能力 我刚才似乎看见灵界发光了 四妖之中 只有汉淡有进化力 看来他就是在须弥山没错了 继可 继府的一线希望 就在那个妖女身上了 我相信你 黄花菜 叫我黄大人 佛界圣山 须弥山 我已经在须山脚的花池里 生活一千多年了 每日在菩提寺城中实行 目骨失眠 睁开眼睛 就可以看见沙迷们 从此经过虔诚的上山礼佛 小和尚捡起地上脸棚 好新鲜的脸棚 怎么落在了地上 说着便摘下一颗 想要放到嘴里 刚放到嘴里 就听见蹬的一声 妈妈呀 莲子爆炸了 哈哈 原来这一切都是这个 莲花小妖的所作作为 三天两头 就在这条路上设陷阱 玩弄这些虔诚求佛的和尚 哈哈 所谓万般皆空的和尚 露出丑态的时候才最有趣 不过这天来的 竟是一个小和尚 小和尚捡起地上的脸棚 随即便扔进池塘里面 然而在路上设的爆炸小脸棚 也全都被他一一避开 经过一遍一遍地走这条路 数年后 小和尚也成年了 这天 地上出现一本少林武功秘籍 当然这又是那莲花妖舍的陷阱 这一次 和尚依旧是没有理会地上的物品 静止踩了过去 这个法名依土的和尚 尚床的小屁孩 倒成为菩提寺的大法师 竟然一次都没有上过我的当 有了 明天我就让你哭着喊妈妈 第二天 这莲花妖竟然自己 躺在了上山路上 没有男人能够得了我这一关 这一等 就直接让他在这里等了七天 前所未有的 一苦连这七天都没出现 然而山脚下的一个小屋里 正在讨论着什么 最近生意真是越来越差了 老板您没听说吗 镇上好像出现了妖怪 有好几个人已经被发现 醒来后变成了烧焦的干尸 瞎传什么谣言 没看见有客人在吗 这家饭店厨子的手艺 比起我们门家的厨师 还是有点差距 这个木须肉 有点炒饱了 这时 黄傲天拿着筷子 指着一旁的忌客说道 等等 这是什么 应该是木须肉里的黄花菜吧 黄花菜 以后你和我在一起 只能吃肉 气愤的黄傲天敲打着桌子 他猛地站起来 着急地说道 可恶 总有一天 我要把世界上吃醋的家伙都杀光 阿弥陀佛 最近镇上不怎么太平 平僧特来提醒施主们 晚上不要随意走动 这根红绳可以驱血 请戴上吧 谢谢大师 一旁健壮的黄傲天 一把抓过红绳 大声呵斥道 臭和尚滚开 天师也是好心 你干嘛这么凶 好心 这时 一旁的和尚开口道 施主 一根红绳十两银子开过光的 保平安哦 哎哟 我的孙子啊 晚上不要出来玩 妖怪会吃人的 快走快走 那个大师说的 好像是真的 别管真的假的 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明天上山取汉淡的晶元 才是正式 你说的取晶元 是要怎么做 黄傲天给他 比划出一个手势说道 当然是杀掉他了 黄傲天玩弄着手里的 小仙人掌 小家伙 我是为你好 经过本大人的 千锤百炼 你才能快一点划行啊 你干嘛呢 磨磨蹭蹭的 啊 没什么 听说这座山 是佛教的圣山 菩提寺 聚集了天下的大法师 这种情况下 汉淡还可以在这里 生存这么久 应该是很厉害的妖怪吧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你在担心 如果汉淡不是 恶妖杀了他故意不去 对吗 天真的女人啊 这不是童话世界 没有谁 被你分好坏对错 对你不利 就是坏的 对你有利 就是好的 这么告诉你吧 善良一般 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这时 黄傲天一把 将忌可拉到草丛里面 对着他指着前方说道 嘘 你看 原来是莲花妖 在训斥一群小妖 跑什么跑 我警告你们 打你们的时候 就要乖乖挨着 还有谁要是想试试 我的净莲火 能不能一分钟内 把你们画成灰 就尽管再逃跑试试 你 你们是谁 告诉你们 我们可是须弥山 最强的四妖 对 就你们 连画形都画不好 就别丢植物妖怪的脸了 你说什么 这时 忌可拉冲了上来 诸位实力超群的妖怪大人 先不要动怒 我们和大家是一伙的 谁跟你们一伙的 我看你们就是来找茶的 打 我们来试 是要杀了莲花妖的 杀 杀了他 嗯 这个我们其实是找他 找他 他说的没错 我们来试要杀了那个恶妖 来 把你们知道的情报都告诉我 我是葵花妖 汉诞这个恶女 要我每天给她送上十斤炒瓜子 我每天都要忍痛 把自己的精华放在火中间炒 久而久之 我就秃了 我变秃了 可是并没有变强 为什么 我是鱼心草妖 汉诞那个恶女嫌我有欣慰 把我赶到了臭水沟里 每天和苍蝇 蚊子 立蛤蟆为五 现在已经患上了皮肤病 我是水澡妖 本来和汉诞同在莲花池里生长 她嫌弃我整天泡在泥里不讲卫生 见我一次就打我一次 这时水澡妖在鼻子里扣出一块泥 护鼻子终于通了 你是真他妈的恶心啊 我我我我是水水水葫芦 我我也不知道 那个恶恶恶女 为什么打打打打我 可可可可能嫌嫌嫌我长得 长得 长得 原来这会接吧 看到这里 黄澳天大声吼叫着 行了 看你长成这样我也想打你 你们说的对杀了莲花妖一点用都没有 蔡蔡 他们太可怜了 你们放心 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替你们报仇的 我既可而生平 最看不惯霸凌 我说 我可不想管闲事 黄花 哦不是 黄澳天 我们接下来 这是一个妖精打断了他 什么 你刚才叫他什么 我叫他黄澳天啊 随即 这四个妖怪就开始吹捧起来 从这把刀蕴含着无限的杀气 从这一身寒衣 也掩盖不了的王八之气 这肯定是如假包换的 黄黄黄大大大 黄大人 我们终于见到你了 喂喂 你们三个就算了 那个浑身泥的家伙 别往我身上蹭 既可而看着一旁被围住的黄澳天 黄花菜 有这么厉害吗 黄大人 当年你带众妖无疾风尚 你天神的一战 振奋了多少草木妖怪 我们一直把你的画像供在床头 你就是我们四个的精神偶像 黄澳天一把抢过妖精手里的画像看起来 你们真是 这跟我像吗 一毛一样啊 现在有黄大人为我们撑妖 我们还怕什么连花妖 就是 打得他妈都认不出来 整个须弥衫都给他端了 都闭嘴 本大人今天就去会会那个恶妖 看看他到底有没有你们说的这么厉害 啊 爷 太好了 黄大人威武 我们誓死追随黄大人 随即 他们便来到了莲花池内 找到了躺在荷叶上嗑瓜子的莲花妖 喂 恶女 同是须弥山的草妖 你有点欺人太甚了吧 莲花妖轻蔑地说道 你是打哪儿冒出来的野草 须弥山是我的地盘 他们我爱怎么欺负 就怎么欺负 身后的葵花妖 见状嘲讽道 呃 恶女 这可是黄奥天黄大人 明明你说话可要小心点 黄奥天 看那几个小子的反应不像是假的 可是黄奥天不是早就已经 黄大人 须弥山向来人邀和平共存 这几个家伙非要打破平衡 处处给菩提斯人麻烦 我这么做也只是主持一下公道而已 什么和平共存 那些个和尚天天念经 听得我们头都要炸了 山下百姓一说闹妖怪 就把我们秋出来表演一场驱魔 我们挨打他们收钱 我们化行的时候明明还没有菩提斯 我们才是须弥山的主人 汉代 你身为须弥山重要之长 非但不守护同类 反而助纣为虐帮着和尚弃他们 当和尚的走狗 你就这么开心吗 呼 走狗 黄大人 黄大人可真会说笑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黄大人您身边这位姑娘 手上戴的可是神农式的灵界 当年和天神不共戴天的黄大人 如今摇身一变 给天神的小玩意儿 当起了守护神 走狗这个词 在您面前我还担不起吧 汉代说的是真的 看黄大人气的样子 看来是真的了 黄傲天气的一把抽出腰间的佩刀指着说道 汉代 你知道你面对的是谁吗 黄大人 这可不是你叱咋风云的当年了 汉代 你嘴巴太毒了 但是 你说的有道理 这确实不是当年 继可 我饿了 我们走 这时的黄傲天 想起了他 曾经在被困时受到的苦 黄傲天 这就是你要为你的叛逆付出的代价 只要你一天不悔改 这四道边痕 就永远束缚着你 无法使用妖力 不用妖力 只有法力 我根本赢不了那个恶女 这两千年过去 竟然会出现 我对付不了的妖怪 可是这个牛逼吹出去了 可怎么办 这丫头 不会是觉得我不行吧 嗨嗨 我一个四千年的妖 和一个曾经一千多年的莲花妖打架 显得我已大欺小 我想好了 就让秃头他们门几个 先和莲花妖斗法 斗不过了 我再出场 您说的对 这样的小事 当然不能劳烦黄大人 您动手了 毕竟你的伤还没好 对吧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打不过 那个恶女吗 你给我回来 这时四个妖怪也开始议论起来 黄大人不跟莲花妖那个恶女打 是不是因为打不过 会不会我们认错人了 他是假冒的 会不会是黄大人嫌弃我们 不想为我们出头了 那个 黄大人其实想到了一个更好的办法 制服莲花妖 不过需要我们先去探探路 我就说 黄大人不可能放弃我们的 对啊 对啊 这都一天了 莲花妖这是做什么 他最近一直像个傻子一样 躺路上躺一整天 还时不时傻笑两声 怪甚人的 最迟 继可儿想到了鱼心草和水藻说过的话 我好像有主意了 一天了 继可儿那个麻烦鬼 不知道跑哪去了 哎 往左边点 往左边点 天都黑了 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吧 还是去找找他吧 就在他想要起身寻找之时 继可儿回来了 还对着四只妖交代着 明天就拜托大家了 黄花菜 你猜我们想到什么好主意 哎 你等等 你们是去掏粪了吗 这一股什么味 继可儿自己也闻了闻 就去捡了点鸟屎啊 而且已经洗干净了 你再给我去洗一遍 嘿嘿 菜菜 明天 我会更脏 更臭的回来的嘿嘿 我会把你扔出去的 黄花菜 明天一起来帮忙吧 不去 我可不想和一帮脏鬼在一起 你们想的这什么馊主意 再搞这么臭 明天回来都不许进屋 先去池子里泡一晚上再出来 只要能救爷爷 脏一点也没关系 说着便累的睡着了 黄傲天望着他说道 好好睡吧 其实你比我勇敢多了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乙 寂灭为乐 第二天 莲花腰依旧像往常一样醒来 但是他刚醒来 就闻到了一股胃 什么东西 还这么丑 然而在一睁眼 映入他眼帘的 竟是满池子的臭泥水 他大声地喊着 谁干的 爷 谁找你做得很好 下面开始执行下一步 这时鱼心草和水葫芦 开始站在池边大声喊着 恶女汉淡 我们搁几个拿鸟屎给你的莲花池 施了施肥 慢慢享用 不用客求 这一举动 彻底惹怒了莲花腰 我看你们是活腻了 他直接发动法术 召唤出蓝色火焰 追着这俩妖精打 咱咱咱们这只这么做 真真真的好吗 我还还还害怕 呜呜 别废话 这边跑 你们两个别跑给我等看 我今天就把你们烤了 汉淡的软肋在于他的针身 也就是他在湖底的根 只要把他的根拔起 他就无法使用净莲火了 这个祭壳 最实的祭壳一把跳进池子里 开始翻着起来 这么多株莲花 哪一个是汉淡的针身呢 葵花腰一把摘下头顶 仅剩的几颗瓜子 现在我拨毛以明智 扼妖汉淡 今天我们来做个了断吧 葵花腰朝着汉淡 释放出树根瓜子针 但是这一举动 根本就是毫无用处 看到这一幕的四人 直接一把跪下 没有了刚才的斗志 好啊 既然如此 那今天我就来了断你们好了 然而汉淡的扇子一扇 一点火星子都没有 这场面直接给这四人看不回了 你是不再在找这个 他在这里有怎 怎么会 紧接着 葵花腰召唤树根向日葵 将汉淡压制住 多亏我爷爷的灵界 才顺利找到你的偶根 汉淡 因为你有比别人强的力量 就理所应当地霸凌别人了吗 我今天只是想让你知道 如果没有这个力量 别人一样可以霸凌你 一个凡人 敢来教训我 说着 汉淡就伸手 想要掐住 纪可儿的脖子 这时 黄澳天也赶来了 一刀 将他的手挡开 束手就擒吧 你有根不想要了吗 纪可儿 今天你必须 给我洗十遍走 才能上床睡觉 臭死了 嘿嘿 你还是来帮忙了呀 这时 忽然飞来一块臭泥 砸在了汉淡的脸上 是谁早要干的 现在也让你尝尝臭水沟的滋味 葵花腰健壮 也开始了借机寻仇 一巴掌呼在了汉淡脸上 让你剥我的头发 是我一脚 我们哥几个 好久没这么痛快过了 现在落在我们手里 看我们怎么折磨你 可以了 杀了他给他的痛快吧 把晶元取出来给我 让你死得这么痛快 真是便宜你 先等一下 原来是继可儿 许晶元 并不一定要杀了他对吧 你什么意思 你知道 有他在我们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 更过分的是 向着和尚欺负同类 这种叛徒死十次都不足惜 可是 他也没有真的伤人命啊 刚才 刚才大家气也出了 就留他一条命吧 哼 你这个凡人 可真有意思 从看到你带的那只灵界 我就知道 你来是要做什么 这个时候 又来装什么好人 要杀就杀 不要废话 我从一开始 就没想过要杀你 我小时候 失去了父母班上的同学 因为这个老欺负我 那是我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时光 因为你们的家庭健全 就有了欺负我的资格吗 后来我因为无穷尽的欺凌 想自杀 醒来以后 爷爷抱着被抢救回来的我 哭得非常伤心 便一遍不停地喊我的名字 那时候我才意识到 活着 不是一个人的事 我父母死了 才每天过得那么痛苦 可是 如果爷爷失去了我 那他余生一定一直被孤独和自责折磨 虽然你说善良没有用 但每个生命是因为在世上的羁绊 所以才特别珍贵 如果为了爷爷的生就要另一个人死我做不到 汉代 只要你肯借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就在这时 葵花腰一把抓起忌可而威胁道 可儿姑娘 虽然你帮我们擒住了这妖女 但她的命可不是你说了算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黄大人英明神武的计策 现在黄大人想杀了这妖女 谁敢拦谁 就是跟我们作对 这时只听见刷的一声 一把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 汉代是季可而擒住的 成王败寇 季可儿想怎么处置汉代 我都没有意见 你们敢有意见 葵花腰健壮 连忙下跪认错 小的不敢 我们都听黄大人的 季可儿是吗 既然你是为了救人 我可以把晶元借给你 不过没了晶元我恐怕连划行都维持不了 那你觉得就现在的须弥山 还能容得下我吗 如果不嫌弃的话 你可以和我一起走 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但我一定会尽全力保护你 算了吧 我可不想跟着你 这样吧 菩提寺有我一位好友 你们可以把我托付给他 不过他现在在山下 你们若是能和我一起找到他 把我们安全送回菩提寺 我就答应把晶元借给你 汉代激动地一把将其抱住 真的吗 我一定会把你们安全送回来的 啊你离我远点 抱歉抱歉 这么纯天然的温泉 只有来古代才能享受到 就是他们古代人怎么洗澡的呢 又没有澡精也没有沐浴露的 讲真的 季可儿的身材确实好啊 想到这时 周围发出了一些动物叫声 还有这么野生的环境 畏畏未免太刺激了 不会有鬼吧 就在这时 突然飞过来一个东西 砸到了季可儿的头 他抱着头大叫道 谁啊 平时胆子不是挺大的腰 原来是黄澳天那个家伙 故意吓我 你来干嘛 给你送点东西 好让你洗得干净点 我走了 哎 你等一下怎么了 这荒娇野岭的也太恐怖了 黄花菜好歹有点武力值 得让他留下来陪我 今天月亮蛮好的 你不如在这里赏赏乐 没兴趣 屋里应该很热吧 在这里吹吹风吧 很凉快我抗热 我 我们不如这个时间 商量一下怎么安置汗淡吧 今天不都商量好了吗 那你走吧 刚说完 黄澳天变一个闪身 来到了纪坎跟前 喂 你要干嘛 不就是自己害怕 想让我留下来陪陪你吗 说出来那么难吗 我 我没害怕 啊 谁里有东西 喂 你别拉我呀 这一举动 两人都掉进了谁 哎呦我说 纪大小姐 只是个泥丘 不咬人 瞧把你吓的 你不是不怕吗 现在这事 话还没说完 两人全都开始了脸红 随后上岸后没办法 两人的衣服全湿了 只能烤火烘干 继可而坐在一边 黄澳天见他冻得瑟瑟发抖 便走过去 为他披上了一件衣服 黄澳天 不要总是一副 很酷很冷血的样子 其实你很善良 你是从哪看出来的 我和善良 一点边都不沾吧 你一颗蔬菜 都不肯吃 说明你非常爱护 你的同类 你对我也很好 虽然偶尔欺负长长 但那不也是督促他 快点划刑吗 不 你错了 我是只对自己有利的人 善良罢了 明天下了山 看你们还有没有命 这么打情骂俏 救命啊妈妈 有妖怪啊 救命啊 这时 村庄里正有一只妖怪 在抓小孩 就在他马上要抓到 小孩的时候 突然身后出来一位高僧 一把将其拴住 直接勒死 和尚连忙蹲下 询问小孩子 你没事吧 谢 谢法师 但是我家里 家里没有钱给你抚摸金 没关系的 这时一个声音传来 怎么会没关系呢 一苦 我们菩提寺的伏摩宗旨 你忘了吗 原来是寺庙方丈 对不起 我没忘师父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嗯 你既然帮了这个孩子 他理所应当给你报仇 可是师父 如今汉拔肆虐 已经有许多良田房屋 被毁多户人家的劳力丧命 我们再向他们收取伏摩金 他们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呢 这个孩子 一看就交不起伏摩金 难道我们就能见死不救吗 一苦啊 你可知寺中每月的香火供奉 需要多少银子 一苦不知 那你可知寺里每个菩萨的精神 需要多少银子交住 一苦不知 那你可知 从山脚修到菩提寺的千计阶梯 用了多少人力物力呢 一苦 不知 菩提寺从一个山野小庙 到如今天下人皆知的大名寺 靠的可不仅仅是救苦救难的慈悲之心 收服摩金 不但是为了菩提寺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让百姓保持敬畏 谢谢法师 来的是菩提寺的大法师 我们有救了 今日你分文不取 明日也分文不取 往后百姓找你扶摩 就认为是理所应当 要想出世 先得入世 明白了吗 弟子受教了 小朋友 刚才这位小师傅帮了你 你身上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给这位小师傅啊 大 大师 我 我只剩下这颗糖了 一苦见状 拿起这颗糖便说道 好 收过你的扶摩金了 好了 我看汉拔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 一苦 剩下的交给你了 师兄 汉拔已经都被我们控制住了 等明天超度了他们 我们就可以回寺里了 一苦法师 三位师主 有什么事吗 请法师借一步说话 原来汉拔要找的好友 是个和尚 黄澳天 你有没有觉得两个人怪怪的 你是说 汉拔口中称为好友的和尚 看起来并不认识他对吗 你说 为什么他要对我们说谎呢 不重要 我们只需要履行承诺 把两个人安全送回菩提寺 这位师主 你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吗 法师 我家里有妖怪作乱 很紧急 希望法师今晚能帮我去捉妖 师主不要慌张 是个什么样的妖怪呢 我可以派一个法力高强的师弟 现在就和你去 法师 这个妖怪很厉害 您还是亲自和我去吧 汉拔拉扯着一苦的衣服 我会多派几个师弟和你去 明天平僧 要主持超度这些汉拔 实在走不开 一苦法师 你今天 必须和我离开这里 为什么 我想 我也不必再瞒你 我是须弥山莲池中的莲花妖 前几日 我见你迟迟不出现 然后便占下了你的命运 你会死于汉拔之手 就在今天 看 这是老内为你们打下的汉拔 一苦呢 刚才有一位师主 找一苦师兄 我现在去找他回来吧 不必了 应该不会有事的 一苦一拔 扯开着妖精的手说道 你不必再说了 一个妖孽 敢忘言佛门弟子的生死 整着今日没功夫理会你们 还不快走 喂 这话有点难听吧 妖孽怎么了 没妖做你们菩提寺哪来的生意 对吧 季可儿走到一旁 搂住汉担询问道 你还好吗 高高在上的和尚 怎么会拿妖孽当朋友 我看你太天真了 从来佛妖不两立 你们若识相 就赶紧走吧 汉担一把推开身边的季可儿 你 先去一边等着 既如此 那就不必多说了 黄傲天 我们俩联手 有多大的几率能打赢 把他带走 只要你答应 打赢以后给我惊元 几率就是百分之百 成交 还没说三句话的功夫 那边就打上了 小和尚还挺厉害 一个打两个 被捐起来的汉拔 也开始了融化 失地见状 赶忙喊来了方丈 花花 脆脆 你们先离开 随后方丈便抓起小和尚说道 愣什么 去把所有下山的杀迷们都叫来 说完 他就开始念经 佛祖 定数果真不可改吗 这一劫 是躲不过去 话还没说完 这汉拔就全部融化 合成了一个更加高大的怪物 三人健壮 也是停下了手 这 这是什么怪物 最一举动 村庄里的人群们 也开始了失控 娘 娘 法师们不是说已经没事了吗 兴许是骗子 快跑 平僧无意恋战 你们快逃吧 汉拔拉着他的一脚 你现在相信我说的了吧 义苦 不能去 我 我还没有捉弄到你 你不能死 义苦直接一仗将其打出数米远 我的生死 和你没有关系 和我有关系 你是认识我的 对不对 每年冬天 为了不让廉池结冰 你偷偷做法 让水温回生的 对吗 每次雷雨 是你用避雷咒 不让雷电劈到莲花池的 对吗 我一次次地捉弄你和你的师兄弟 你明明都知道 为什么不然收了我呢 义苦 我绝不能看着你死 汉淡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入义如电 应作如士官 你就当我的存在 是你生命中的梦幻泡影吧 这个新的怪物刚出场 就开始对村庄肆虐 对村民进行杀戮 他似乎很愤怒 这个小孩抓着大师的衣服 哭喊着求助 求求你们救救他 救救他 大师 求求你 救救我娘 对 对不起 我也没有办法 你不是大师吗 大师不是会帮我们 打败那个妖怪吗 别搭着我 我真的没办法 你别搭我 松手 就在这时 他们头顶上空的房梁 突然倒塌 一苦一个闪身冲刺 将两人救了出来 大师 我记得你 我给你交过扶摩金的对不对 你能不能把我娘救活 求求你 我可以借很多很多糖给你 一海 其他师兄弟呢 一苦师兄 师父已经受了重伤 大家撑不下去了 吵得吵 逃得逃 一海 这个小孩 你给我保护好他 让我去 所以 你早就知道 汉拔会暴走 你想让我们下山救走一苦 甚至必要的时候 替一苦去死 是吗 是的 但是我没想到 一苦竟然甘愿去死 既然无法改变宿命 也被你们拆穿了 这晶圆 你们拿走吧 约定好的 送你和一苦回到菩提寺 你把晶圆给我们 然而黄澳天却一掌 将汉弹的晶圆打回去 我们的约定 是送你和一苦 回到菩提寺 既然还没有达成约定 你就先留着你的晶圆吧 或许还有另一种宿命 我们一起击败了汉拔 一苦活了下来 说吧 黄澳天就把他的扇子给了他 可是 人真的可以战胜宿命吗 汉弹 你这么喜欢一苦 那就去做你力所能及的事 努力追上他 和他并肩站在一起 不论宿命是什么 当你们并肩的时候 他一定可以看得到你 现在一花抱走后的汉拔 已经不是我们能压制的了 师父都受伤了 我们更是一卵基石 菩提阵注定保不住了 你们在说什么 难道眼睛地看着百姓去死吗 除了我们还有 谁能对付汉拔 就凭我们还没到汉拔跟自幽 被他烧成灰了 我们都死了以后的妖魔鬼怪 谁替百姓除 那我们也不能一走了之 别再吵了 是一苦是凶 菩提寺的宗旨是什么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百姓交给我们的伏魔金 就是契约 要我们守护他们生命的契约 如今邪碎未除 谁想临阵脱逃 现在就脱了这身袈裟 不必再做佛门弟子了 你不许过去 你刚才不是说 喜欢一个人就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努力追上他吗 咱 怎么了 所以在追上我之前 就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你个死黄花菜 谁说我喜欢你了 自恋狂 是 麻烦鬼 不能再继续被动了 一定要想个办法 阻止汉拔前进 一空 我冲到汉拔前面 吸引他的注意力 你们想办法从他后面伏击 师兄 现在活着的只剩下七个了 我们没有胜算的 喂 我说臭和尚 加上我们 有没有胜算 汉蛋 不是说了让你赶快走吗 为什么不听 我不走 我要和你站在一起 说完 汉蛋就抱了上去 一哭 我想好了 不管你选择什么 我都会追随你 你觉得你不能妇孺来 那就陪着你 一起面对这场动难 喂 你们两个等会儿再告白行不行 刚才我和汉蛋激怒了这个畜生 正是好机会 向着东南方向走 先把他引到没人的地方去 我和汉蛋过去协助他 剩下的人 见机行事 别挤 别挤 啊 别踩 苍天啊 谁来救救我们 这个怪物经过的地方都着火了 现在又是西北风 傲天是有意将他往东南方向引 大家不要慌 我是那些大师的朋友 他们现在正把那个怪物往东南方向引 火势暂时不会蔓延到这里 请大家先保持镇定 先去搜救受伤的人 移动到安全的地方 好像火势真的没有在蔓延了 原来大师并没有放弃我们 姑娘 大师们真的能除掉汗吗 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着我们的英雄 我们只能无条件地相信他们 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照顾好伤员 等着他们回来 前面就是黑水泽 是基因之地 汗拔属火 只要把他引到黑水泽 我就有办法超度他 好说 好说 嘿 畜生 是本尊砍的你 想咬我就跟过来吧 一哭 我们一定可以改变结果 所以你答应我 无论发生什么都要坚持到最后 好吗 嗯 我答应你 大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可以过滤掉有害的烟雾 我们分开搜救 一旦找到还活着的人 响口稍微信号 在附近的人就立刻赶去支援 我们出发吧 可儿姑娘 这些房屋目前还是很危险 救人就交给我们这些壮牢力 你一个姑娘家 就和大家待在安全的地方吧 谢谢你的好意 可是 我实在坐不住 对付那个怪物什么忙也帮不上 但是我的 朋友们正出生路死 我想好歹做些事情吧 好过干做这煎熬 然而就在还剩十步就要上钩了 这汉拔竟然停下了脚步 怎么回事 这家伙怎么不动啊 这是汉拔 一个扭身直接朝着剩下的杀迷们冲了过去 汉拔一定是嗅到了前面的阴气 察觉到危险 所以开始发狂了 所有人听着 无论如何也要把汉拔赶到黑水泽 有人吗 还有人活着吗 这个怪物太可怕了 不知道黄澳天会不会有危险 有没有受伤 就在这时 一旁的房屋里传出一阵痛苦的声音声 继可而连忙开门查看 这里有人吗 原来是寺院方丈大师 这位老师傅 你伤得重吗 还能站起来吗 姑娘 你看到义苦了吗 他还活着吗 义苦法师 他们去对付那个怪物了 还没回来 先不要太担心 他们那么多人 还有黄澳天 汉淡 他们 他们俩很厉害 大家一定可以安全回来的 没用的 没用的 他们是妖 妖怎么能降得住妖孽 外面的战斗 还在激烈地进行着 这个家伙 发狂了还挺强啊 你们离远一点 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义苦走的时候 带走了老那的寄灭猪 他不会回来了 汉拔释放出火球 想要直接杀死两人 义苦一个转身 用自己的身体 接下了这一击 寄灭猪 不会回来 这是什么意思 要使用寄灭猪化魔的能力 必须抽出自己的原神和寄灭猪合为一体 最终魔物被度化 义苦也会 义苦他 从一开始就做好了这个准备 汉淡 对不起 义苦 这是怎么回事 汉淡 我也真的很想活下去 可以像以前一样 每天上早店的时候 偷偷看你 但是我不能自私下去了 你刚才答应过我的 我们还没有坚持到最后 义苦 你已经陪我坚持到了最后 有过这样和你并肩的时刻 我已经很满足 对不起 最后还是辜负了你 义苦讲完 便发动寄灭猪 朝着汉拔冲了过去 拜托大家 把他送到安全的地方 找大夫治疗一下 把方丈交给村民后 可儿便又冲了过去 可儿姑娘 你去哪儿 那边危险啊 这时的义苦也是 飞到了汉拔的头上空 他紧接着念着咒语 发动寄灭猪 寄灭猪直接将汉拔五花大绑 并且制造出一个屏障出来 看来是要度化他了 汉拔见状 也跟随着义苦飞了过去 后面的黄傲天大吵着 他要在黑水泽度化汉拔 汉拔你过去是要找死吗 那是度化妖物的佛光 义苦 如果你不能回来 就把我也带走吧 说完 他就撞了上去 你疯了吗 我们是妖冲过去会死的 比起来 眼睁睁地看着爱的人 死在自己面前 死还可怕吗 说完他便再次起身 朝着屏障撞了上去 汉拔 别去了 义苦是想让你活下去 为什么你还 却是义苦开口了 汉拔 曾经见到你的每一次 都想把你印在脑海里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应该和你们在一起的 黄傲天 汉拔 义苦千万不要有事 汉拔 现在的我 已经没有勇气再看你了 忘了我吧 说完 义苦便随着变异汉拔灰飞烟灭了 一切都结束了 正在可儿在急速奔跑的时候 一把摔在了地上 灵界 为什么在发光 难道是汉拔 你真的决定好了吗 决定好了 你想清楚 草木是没有轮回的 如果决定放弃 就等于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在须弥山活了一千多年 寂寞了一千多年 只有和义苦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才知晓什么是存在的意义 你我这些草木 有千年的修行 又怎样呢 还不是眼睁地看着万物都逃脱不了 天神定下的宿命 草木都向往着能随入无尽的轮回 但我却觉得轮回是苦慢 生命是由记忆组成的 没有了记忆 我就不再是我 义苦也不再是义苦了 而我 只有一段和义苦并肩的记忆 就足够了 这时的继可儿面前 突然出现一道光 直接钻进灵界里面 这 这是什么 继可儿也是跑到了战场这里 可这里 现在只剩下了黄傲天孤身一人 那是 好美 黑水则就是一滩死水 竟然也能长出莲花 不过 莲花怎么会在这个天气开花 义苦是凶呢 虽然没能改变结果 但走的每一步 都是他们心甘情愿做出的选择 最后坦然地接受了命运 所以这不算一个让人悲伤的结局 对吗 我们走吧 汉淡活着的时候 像烟花一样用力燃烧着 听命爱着 死的时候 像雪花一样飘然落地 画在土里 如果这是他想要的 那也不算是个悲伤的结局吧 喂 等等我呀 受伤还走这么快 你伤得重吗 还死不了 过来给我当下拐杖 你也太沉了吧 忍着 我可是伤员 谢谢你教会我 活在当下 要放弃每一件可以去改变的事情 继辅是被灵界封印的 虽然现在灵界还没有被完全激活 但汉淡有进化的能力 所以现在 只要驱动灵界里的晶圆 就可以解开封印 交给你了 不用我来 这次你来试试 我 我不懂这个呀 跟着我做 心里想着 你要做的事 灵界就会受到你的指引 随着祭壳 学着黄傲天的样子 驱动灵界 祭府的封印真的散去了 真的可以 太好了 黄花菜 我们成功了 喂 报够了吗 你不用这么激动吧 我就是太开心了 我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 很多次 都有被命运牵着鼻子走的无力感 在须弥山 看到了那么多死亡 也只能是无奈地看着 这是第一次 我们凭借着自己的力量 改变了现实 难道不应该激动吗 说便祭可儿 就跳了进去 我先下去救人了 黄傲天你快去找大夫过来 继承得意道 受这么重的伤 三两天就恢复到可以下床 看起来 祭某还是饱到未老啊 不要自我感觉良好的大叔 恢复得快靠的是你们家的灵界 你要是在年轻点 一天就能让你下床蹦的 可以开饭了 我来给大家盛饭 啊 我们可儿真是懂事啊 人美又孝顺 不像某守护神 好胳膊好腿的 也不知道尊敬老人家 喂 老家伙 我也受伤了好吗 内伤 再说了 要说老人家 这桌上最老的是 四千岁的本大爷吧 啊 这个桌子上年纪最老的 也是最不懂事的 说什么 好了好了 反正我也没受什么伤 又是年纪最小的 照顾一下 大家是应该的吗 那 你的 黄大人一路保护我 你辛苦了 我没什么胃口 屋里有点热 我去吹吹风 话说 现在不是冬天吗 别管他 矫情屁事多 我们先吃吧 是我的错觉吗 总觉得黄澳天 从须弥山回来 好像就有些心事似的 果然是这样 宿命是改变不了的 黄澳天 我想你知道 我为什么总是压制着葵花精他们 因为你怯懦 须弥山本是你们的 葵花精他们 不过是想从和尚手里 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你自己怯懦却还要拉上同伴受欺辱 比起你当年无疾风前挑叛天神 我的确算是怯懦的鼠辈了 但是 你当年的下场如何呢 若你还是当年的黄澳天 我恐怕在你手里活不了一炷香吧 我说这些不是为了激怒你 只是 我是想说 不论我们这些小妖之余菩提寺 还是你战神黄澳天之余天神 想从这些主宰者们手中谋取权益 都不过是堂壁挡车 到头来都会像今天一样 什么都改变不了 所以 你就把葵花精他们 变得跟你一样怯懦吗 对 这样他们就不会像你一样 蠢的去送死 黄澳天 我知道你拿灵界想做什么 我左右以生无可恋 作为同类 我愿意成全你 不过我希望 最后你真的只是用他 来救那个姑娘的爷爷 黄澳天想到了汉诞临终前说的话 仔细地思考了下 继可而果然可以操控灵界 从那天起 我的妖力就开始逐渐恢复 所以 我要找的那个人 真的是你吗 掌掌 你最近吃的是不是有点多 随后 仙人掌打了个阁 再一次的幻化回来了 掌掌你终于恢复正常了 黄澳天说是有妖怪 想要夺走灵界 提升修为 所以才攻击了继府 继爷爷 真的 没有这种可能吗 我还一直以为 是灵界引来的灾祸 心存亏意 灵界很早以前就被封印起来了 自从被封印以后 再没有妖怪来打灵界的主意 再说 一直有花管家在这里 我想 因为灵界的可能性很小 这么说 您知道 灵界被封印以前的事 嗯 其实告诉你也无妨 这个灵界 其实是我发妻的遗物 那一年 我跋山涉水 为了寻找一株罕见的海棠树 没想到 海棠树找到了 海棠树下 还有个浑身是血的姑娘 我把那个姑娘救了回来 日夜照顾 其实看到那姑娘的第一眼 我就知道 这一定是老天爷赏赐给我的姻缘 我和她坠入了深深的爱河 那时正值年少 我们你农我农 我农你农 那个 季爷爷 咱们讲重点好吗 好 她的伤养好以后 提出要离开 说与我有缘会再见 爱一个人 就想和她朝朝暮暮 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 我已经猜到 她大概不是个凡人 但不管她究竟是妖是魔 我计谋此生都只认定她一人 如果她因为这个离开 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说她有使命在身 她要等灵界的主人回来 在那之前 她必须守护好灵界 守护灵界 意味着 只要灵界在身边一天 她和她身边的人 都无法过上平静的生活 我愿意 比起让我在没有你的日子里 陷入无止境的思念和担忧之中 我甘愿和你过不平静的生活 哪怕危险 哪怕丧命 我也愿意和你分担 把你的使命 变成我们的使命吧 我们成亲以后 确实颠沛流离了许多年 总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妖怪 找上门来 我们不得不常常搬迁 隐姓埋名 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 我们还是被找到了 侥幸逃脱出来 我们都受了重伤 幸而甚至差点小产 我记得后来的一段时间 她一直陷在焦虑的情绪中 经常一个人发呆 而我只能看着她的痛苦 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一天晚上 她对着昆仑山的方向跪了一夜 大人 一千多年了 如果你还活着 定会来找我的对吗 对不起 现在的我 有了爱的人 还有了沁儿 我恐怕 无法再等您了 生下沁儿以后 她离开了几个月 再回来的时候 对我说 我把灵界封印了 从此以后 我们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她从回来以后 一直郁郁寡欢 身体越来越差 沁儿十岁的时候 她就过世了 我知道 她是为了这个家 才放弃了自己的使命 所以一直 对灵界的主人 心怀愧疾吧 曾奶 不 您的妻子已经为灵界付出了一辈子 该愧疚的是 那个灵界的主人吧 或许在别人那里 灵界是个宝贝 但在老夫看来 灵界承载的 都是痛苦的回忆 你说用灵界 就能救你爷的性命 是唯一一件 让我感到欣慰的事 可儿 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不像我那不孝的亲儿 嫌弃她母亲是个异类 成年离家以后 再也没有回来过 可怜我夫人是个哑巴 临死也没有出口责备过她 所以看见你这么孝顺的孩子 总想着能帮帮你就好了 季爷爷 这段时间 你就把我当成亲孙女一样 看待吧 我会代替亲儿 孝顺你 我和曾爷爷之间 隔着四百多年 没想到还能以这样的方式安慰她 这是血浓于水的力量吧 等等 您刚才说 奶奶 是个哑巴 对 她是个天生的哑女 就让季可儿 想起了那天晚上做的那个噩梦 雅姬 带上灵界 立刻走 我的命是大人捡回来的 我想守护大人 就算死我也不怕 大人不要赶雅姬走 雅姬 带看灵界 下人界藏起来 好好活下去 或许我们还会有相见的一天 去吧 这是命令 可以告诉我 她叫什么名字吗 她说 她的名字是灵界的主人给她取的 所以一直不愿改 她叫 雅姬 原本以为是我太想激活灵界 所以才会梦到那些东西 现在看来 或许不是空穴来风 既然雅姬是真实存在的 那那个坠崖的大人 应该也存在了 跟我又长得那么像 难道真的存在什么轮回转世 这也太魔幻吧 可儿 虽然不知道黄澳天为什么骗你 但今后肯定还会有人助看黄澳天 要找他的麻烦 今天看他 对你态度也不好 跟着他太危险了 你要激活灵界 我可以让花管家陪你去 她是修仙之人 法力也很强的 爷爷 说我不能抛下黄澳天 他说过 他的使命是守护灵界 守护我 我相信这一点 他没有骗我 激活灵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所以就算他有危险 我也不能抛下他单独行动 我只是前两天跟他吵架了 所以他对我态度不好 我们很快就会和好的 你放心 可儿 你是不是有点喜欢那个小子 没有 我猜没有 是有多抖乱的人才能喜欢黄澳天 棉花楼今晚选花魁了 现在可以下注了呀 来看一看我们棉花楼的姑娘啊 大爷 今天晚上来坐坐 保你满意 最实的黄澳天刚好路过 一个个长得还不如计壳呢 没意思 呸呸呸 怎么又想到那个麻烦鬼 妈妈 给我买一个吗 买一个妈妈最好了 黄澳天看到眼前这一幕 想到了早上 让我吃一个小笼包吗 就一个黄大人最好了 不对 黄澳天你在搞什么 怎么又双丧想到他 明明前两天他因为我难过 我还开心得不行 为什么今天会觉得自己说了过分的话 不想看到他难过呢 你刚才不是说 喜欢一个人就要顾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努力追上他吗 可而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跟黄澳天的场景 怎么回事 从岑爷爷问了那个问题之后 一直想那个混蛋 刚才为什么要和岑爷爷说出 不能抛下他的蠢话 明明换成花管家陪我也是一样的 这样也能如他所愿和他保持距离 免得自己真的变成一个斗的 就在这时 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 咚咚咚 谁啊 开门后发现地上竟有一笼热气腾腾的小笼包 却不见人 还是疼爷爷疼我 还专门买的给我送来 季爷爷 我收到了谢谢你 这个蠢女人 竟然会误以为是那个老头送的 最后一次 这是最后一次担心她 黄澳天 对谁都可以心软 只有对计可而不行 等等 刚才竟然没注意到飘的是桃花 不对啊 从时节来看 桃花未免开得有点太早了 红宇 桃花妖 花管家 你替我谢谢季爷爷的好意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你还是留下来照顾季爷爷吧 你是真的不需要我 还是怕我打扰你和黄澳天的二人世界呢 不 不是的 我跟黄澳天不是那种关系 蓬莱路远 季府又这么大 你跟我走了 圣季爷爷爷一个操持家里 他也会很辛苦 我自己能照顾好自己的 好吧 这个季老头跟夫人一样 同情心泛滥 但可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他人的善意的 但是我这样也不好回去跟季老头交差呀 啊 这样吧 这个传音领给你 平常怎么摇他都不会发出声音的 路上如果遇见棘手的情况 你就用自己的血滴在上面 他会自动摇响 我就能知道你的位置赶过去救你 哇 这是古代的黑科技吧 感觉好厉害 细壳 是黄澳天 他一把拉住细壳的手 干什么呀 这么慌慌张张 我们现在就要出发了 我还没带行李啊 不需要你带上我就够了 花管家 谢谢你的传音灵啊 还说你们俩不是那种关系 这是桃花 现在桃花开了吗 没时间跟你解释了 总之很有可能桃花妖就在附近 机会难得 我们先不去捧来了 先会会桃花妖 奇怪 刚才明明看到这里桃花最多 怎么一瞬间全没有了 连地上的花瓣都消失得干干净净 一直牵着走一路了 怎么现在还不松开黄澳天 灵界 发光了 上次我们在须弥山的时候 灵界也发光了 这是不是说桃花妖就在附近 不对 就算桃花妖在附近 灵界也不可能发光的 为什么 灵界确实会发光指引四妖的方位 但只有在人界不可能 人界有灼气 灵界难以辨识四妖身上的妖气 汉淡在佛界的须弥山天池 彼岸花在冥界的望穿 肖香在仙界的蓬莱 只有红雨分布在人界各处 前三个地方远离人界 如果四妖在这三处 灵界可以轻易指引出他们的位置 如果在人界 就像大海捞针了 我原打算 最后再回人界找桃花妖 但刚才看到桃花有意 以为她在附近 本想机会难得 现在看来没有这么简单 如果灵界发光指引妖的方向 那只有一种可能 对方想让我们找到她 哟 客官 您今天算是来对了 正赶上花魁选秀呢 走 我们进去找找 那个 手 是不是可以先放开 先签看吧 里面人多 你这么笨 走丢了我可懒得再找你 哦者 看来这次花魁非小月姑娘莫属啊 一曲凤秋黄 真是荡气回肠 胡说 听雪姑娘的胡舞才叫精彩 你们懂不懂欣赏 花魁是我们家心儿的 看来不管现代古代 粉丝掐架的事情都挺常见的呀 下面出场的是最后一位花娘了 这位花娘虽然是第一次在我们棉花楼亮相 但我敢保证 这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 今后将会是我们棉花楼的宝藏 美回来了新人都这么吹 别卖关子了 千 能有我们小月长得美吗 下面有请黄媛媛 太 太美了吧 当她刚出场 时间像静止了一样 黄澳天第一眼就感觉好眼熟 黄花菜 凡你所想 逼我所及 我会为了你不遗余力 美人 美人 我不投小月了 我要投她 仙女夏凡 也不过如此了 她长得可真美啊 好像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熟悉感 黄澳天 她怎么突然手心冒出这么多汗 一直盯着台上的眼神怪怪的 叫她也没反应 难道也被台上的女孩迷住了 这时 黄媛媛向着台下扔了一块她的面罩 竟引来无数人的哄强 黄澳天在众人中 一把抓住面罩 放到鼻尖上闻了下 久违的 属于冥界的味道 看来今晚花魁的名额 已经可以确定了 不知道诸位 对我们花魁黄媛媛姑娘 有多大的诚意呢 媛媛姑娘太美了 我愿意出三百两 和她共度一晚 去 花魁是这个价能买的吗 我出五百两 六百两 刚才我们媛媛姑娘说了 这是她在棉花楼的第一晚 所以呢 要看缘分 方才捡到面罩的客观 有请吧 听到这话的技壳都蒙了 一把拦住 花魁看上了黄澳天 那岂不是要 喂 哪有这样的 你觉得和她有缘分 她还未必觉得和你有缘分呢 她 她已经心有所属了 你们还是在找别人吧 不识抬举 你不愿意 这里可大把的男人 想花钱陪我们圆圆呢 圆圆姑娘 一千两 你选我吧 圆圆姑娘 你要是跟了我 我家的财产都归你 请 有老婆陪着 还来什么亲喽 不 我跟她没有任何关系 既然黄圆圆姑娘 对我亲爱有加 我哪有不从的道理 既然如此 那就请 请随我来吧 等等 继可儿扯住黄澳天的衣服问道 你真的要去吗 我很快就回来 你在这里等我 不许乱跑 男人都是花心的 看吧 刚才属于你 现在就属于别人了 就是 早知如此 就不要和自己的男人 来这里看热闹吗 哈哈 你看这个小娘子 看起来好伤心啊 黄澳天 亏我还怕你吃亏 替你出头挡了一下 其实你早就想着 跟漂亮小姐姐 共赌凉消了是吧 还让我乖乖等你 等着看你春风满面的回来 跟我炫耀吗 刚跟小园进屋 黄澳天就抽出配刀 指着问道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冒充小园 我 我没有冒充 我就是小园啊 嗨 姑娘姨 好像哭了呀 在想伤心事 还是在想伤心人 我没有 我有解忧草 可解心中愁 要不要试试呢 这她奶奶的 不是彼岸花吗 对不起 我还在等人 请你 话还没说完 继可儿就因为 闻到了彼岸花的味道 晕了过去 哼 曼珠那妖女还说 此人或许不是等闲之辈 让我小心一点 没想到这么轻易就到手了 我真的是小园 住口 小园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凡你所想 比我所集踪 黄澳天 我会为了你 不遗余力 对不起 我活着 我还在苟且偷生着 我每天都期待和你见面 又害怕和你相见 你会原谅我吗 黄澳天似乎陷进去了 她搂着小园问道 真的是小园吗 嗯 我回来了 然而在外面等待的祭壳 被彼岸花迷倒后 被这个男人带到了一处牢笼里面 这是 哪里 你醒了 欢迎来到无间地狱 地狱 我已经死了吗 这里好冷 不 你还没死 不过也不远了 无间地狱是人界和明界的夹缝 这里空气稀薄 阴冷潮湿 仅有一线阳光 从人界透过来 更可怕的是 地附那些恶鬼怨气化成的刚风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扫荡到这里 那种感觉 会让你这种肉体繁胎生不如死 直到 被风化成白骨 我不能慌 等黄澳天回来发现我不在 他一定会知道我出事了 我现在应该想办法 拖延时间等黄澳天来救我 刚才的灵界是发光的 照他说的 我们现在不在人界的话 灵界发光只能说明 他也是四妖之一 你是主妖肖香吧 你 你怎么看出来的 用桃花吸引我们去棉花楼 我想真正的桃花妖 应该不会这么愚蠢的自爆身份 那么很可能就是剩下两个妖 假冒桃花妖来引我们上钩了 既然这里是冥界 但我看你很明显 不太适应这里阴冷的环境 所以 你应该是肖香无疑了 没想到你还挺聪明 你想要灵界做什么呢 黄澳天说 灵界只是有起死回生的能力 我看你 明显要比黄澳天那个小妖 法力高强多了呀 还和他争这么一个小小的灵界做什么呢 他明显飘飘然啊 先拖住他套点情报 哼 我当然要比黄澳天强多了 不过 灵界可不是像黄澳天说的这么简单 神农的神力可使汗花逢春 人死复生 万物成活 传说这灵界交住了他全部的神力 得到灵界的人不止可以起死回生 还意味着 他将拥有神农式的神力成为造物之主 当初雅基找我封印灵界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啊 你说 谁不想成为神呢 连你信任的黄澳天 也是为了得到灵界中的神力 黄澳天没有利用我 他绝不是贪图力量的那种人 他是技家的守护神 是为了救我爷爷他才 哈哈 为了救你爷爷 这可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 看到这地上的血迹 还有链条了吗 是天神为了让黄澳天悔罪 而打造的牢房 黄澳天在这里被关了整整两千年 其因就是你们人类 可笑你跟我说黄澳天好不容易从无间地狱放出来 大费周章为了救一个人类 哈哈哈 怎么会这样 黄澳天 你还记得我们在无间地狱的时候吗 我还是一株没有化形的金钱草 那里只有我们两个 而这时的黄澳天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声音 你真的要去吗 我再等你回来 黄澳天 对不起 即使我不遗余力 也没能为你拿到灵界 你会原谅我吗 小元 如果无间地狱里没有你 我恐怕根本熬不过两千年的时光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你在我这里也是珍贵的存在 我从没想过要你为我而冒险 我要的是你平安地待在我身边 黄澳天已经彻底沦陷 现在我回来了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看来冥界的刚风马上就要吹到这里来了 被刚风吹散魂魄 这样隆重的死法 用在你身上真是有点浪费啊 曼珠沙花那个女人可真是恶毒 喂 表现得这么淡定 不会还想着黄澳天会来救你吧 别傻了 刚才已经告诉你了 黄澳天是为灵界而来 根本不会关心一两个凡人的死活 更何况那个黄媛媛 可是黄澳天曾经最爱的女人 如今失而复得 还会顾得上你的死活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你在我这里也是珍贵的存在 我从没想过要你为我而冒险 我要的是你平安地待在我身边 现在我回来了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如果你告诉我你从哪来 黄澳天为什么要带着你去激活灵界 我可以考虑让你死得痛快点 到这个份上 我也不妨告诉你实情 黄澳天之所以带着我去激活灵界 是因为我知道关于灵界的一个秘密 什么秘密 把灵界给我 我给你演示一下 你是不相信我 我反正要死了 根本不在乎灵界在谁手里 只要你能让黄澳天那个混蛋不好过 让我做什么都行 给你 反正现在灵界还封印着 应该并无大碍 到了这地步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他想到了黄澳天教他的 跟着我做 心里想着你要做的事 灵界就会受到你的指引 这时 济可尔发动灵界 召唤出了汉淡的真火 你究竟是什么人 明明是凡人之躯 怎么会妖术 济可尔用真火化作刀刃 一刀斩断了肖香的主敌 等等 这是汉淡的夜莲火 灵界还在封印的状态啊 他是怎么能够调动 灵界内的汉淡晶圆 除非他是 你是神农士 这时花管家到了 他一扇子就斩断了所有的彼岸花 直接破了阵 糟了 梅花阵被破了 这时黄澳天的眼神 也恢复正常了 小元 究竟是谁在多管闲事 这时 房间的门碰的一声被打开了 花莲 曼珠沙花说过 神农已经随神了 灵界为什么会对这个女人认主 凭你这小妖 也想从我手中夺走灵界 肖香不抵灵界的神力 被继可儿直接刺穿了身体 讲真的 就你还四大妖呢 真的菜啊 被刺中的肖香应声倒地 我刚刚 是杀人了吗 我感应到这里 有人不振就急忙赶过来了 你受伤了 是梅花阵 对方灵力很强 连我都中招了 我刚刚上楼 看到其他百姓受到的侵蚀更大 等等 你刚才上楼的时候 看见继可儿了吗 好像没有 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糟了 继可儿拿着灵界 你先照顾他 布阵的人有可能还在附近 你等会去找找 此时地狱牢房里面 一阵刚风 直接把继可儿吹倒在地 直接给吹昏迷了 喂 黄澳天 之前我给了继可儿一颗传音灵 这是母灵 你拿着 或许能收到他的消息 如果他能有机会用上的话 牢笼里 继可儿身上的铃铛叮铃响着 但他似乎已经快失去神志了 据说人快死的时候 会像走马灯一样 闪过无数生前的画面 我只希望 这些走马灯中 不要包含黄澳天 看来他对黄澳天失望极了 没想到 就在他想闭眼的时候 眼前真的出现了黄澳天 一定是因为我太恨他 所以他还是出现了 不过这是真的 黄澳天真的来了 他拔出佩刀 运用法术来抵挡刚风 继可儿 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滚 滚开 黄澳天并没有听清楚 继可儿说的什么 随即便把他放到耳旁 没想到继可儿一口咬了上去 喂 我说继可儿 你干什么 输狗的吗 你撒嘴啊 你 你怎么现在才来 我 我很害怕 我刚才 好像杀人了 很害怕 你不是说很快就回来找我吗 黄澳天轻抚着继可儿 对不起 他伤害到你了吗 哪里疼 浑身 都很疼 喂 别装了 他已经走了 假身份的游戏 好玩吗 哼 你现在的身份不是假冒吗 我现在的身份是夫人给我的 我叫花 莲 还有 不许再打灵界的主意 我就是打了这个主意又怎么样 我相信花管家下次还会替我瞒下来的 对吗 看在是老朋友的份上 如果你帮我拿到灵界 我就和你评分灵界的神力怎么样 我没兴趣 那你 对我还有兴趣吗 我的 小跟班 黄澳天 肖香说 你曾经被关在无间地狱很长一段时间 他还说 你也是冲着灵界来的 那你信吗 也信也不信 虽然很霸道 但并不是崇尚武力的人 如果为了灵界 你没有必要带着我这个脱油瓶冒险 关于你的过去 你从没跟我讲过 所以我不知道 如果你真的被关在无间地很长时间 那肯定也很害怕吧 谁会像你一样那么胆小 我害怕的时候 如果有人陪我 我就不会再害怕了 黄澳天 如果你感到害怕 我会愿意陪着你的 为什么 因为设想这个场景的时候 我很想陪在你身边 并且希望那个陪在你身边的人 只是我 好了 我们到家了 就在这时 季可儿手上的灵界 又开始发光了 黄澳天轻轻地将季可儿放到床上 而季可儿的嘴里 还在小声呢喃着 黄花菜 如果你不是你 或许我会让自己爱上你 黄大人 我看 可儿好像是生病了 是风寒感冒 还是风热感冒 我这里有两碗药 风寒感冒可以吃这一碗 风热感冒可以 还没等季城说完 黄澳天就打断道 他不用吃药 我已经给他疗过伤了 你可别蒙我了 可儿现在满头大汗 明明很不舒服 他又不是神仙 怎么不用吃药 他现在只是 只是在记起他 该记起的回忆罢了 杏笔南山 唯宇殿之 云云元席 曾孙甜之 我将我礼 南东其母 浩天上神 宁有我国土风调雨顺 血时百花不开 果树无果 万请良田颗粒无收 上神 你既命我为人君 又何使我百姓受这样的苦难 黄澳天 看到这样的场面 我在想 我们做这个决定 是不是太残忍了 残忍 凡人们有不死不灭的灵魂 即使肉身死了 还能入轮回 而你我 死了就是死了 什么也留不下 按照天神的说法 天地有序 我们就活该 成为这些凡人的口中时 连灵魂也不配有吗 王 祭礼已完毕 花 还是没有开 上神定是认为 孤王诚意不够 将祭祀大人 投入顶中祭祀上神吧 是 愿上神诱我大周 诱我五王 让凡人受苦的不是我们 而是天神的不公 我们该去昆仑山啊 这是五王下令头顶的 第七个祭祀了 神农 你依旧打算毫不作为吗 宣草妖黄傲天帅妖众造反 令百花不开 古物无收 你我犹豫这半日 人间已过了半载 再放任不管 这些供奉我们的子民 将一个个饿死 当初你戏弄了黄傲天 如今他又戏弄了人界 其因在你 算是因缘果报 我可以救黎民百姓 但镇压黄傲天的妖君 我不会参与的 你明明知道 只有你的神力 能压得住百草 而不镇百草 又怎么能凭人界的异想 神农 女娃 你们先别吵了 黄傲天帅 帅九千妖众已 已经抵达无极风下 慌什么 一群修炼了几百年的小金怪 还想闹翻天不成 你怎么知道 他们不仅是想翻天 而是想罚天 山下 黄傲天率领这一帮妖众 开始了讨伐上天 你说其因在我 好 我现在告诉你 黄傲天上次登无极风 是向我讨要草木轮回的权利 其因在他不应该痴心妄想 只要给了他们轮回 他们下一步就会将人类取而代之 你不要忘了 我们日日受的是谁的供奉 而没有这些忠诚的子民 我们作为神又有什么意义 女娃妹妹 都是女孩子 咱们有话好好说 咱们不要动手 滚开 今天不把这些妖众剁碎 我就枉为天神 哎 女娃妹妹 神农 我知道你选择两不相当的立场 是因为你联系草木 你必定想 那些修炼成精的妖众 就算他们没有灵魂 无辱轮回 也是生灵不该被杀戮 但是 即使我们贵为天神 世上也有很多事难以两全 五王 现在举国上下的祭司 都以献祭给了天神 已经 没有可以和上神通灵的人可用了 定是我不够仁德 上神才责罚这土地受此劫难 不 不对 还有最后一个 可以和上神沟通的人 我即为人君亦是神咒 我愿以自己的神咒之躯为计 向上神证明我的诚意 请上神宽恕我的子民 王 不要啊 王 请您三思啊 神农 你也知 如今人皆因伤咒的残暴统治 名不聊生 而五王激发 不仅是一位凶脑怀天下的贤君 也是唯一能够讨伐商 平息人祸的君主 而生性叛逆的皇傲天极中妖 不奉天神 也不被天神所控 如果真的给了他们轮回 人间会是什么样 谁也无法设想 愿请五王三思 愿请五王三思 快把我放下去 该选择谁去统治这人间 我想你应该有自己的判断 都聋了吗 快放我下去 花 花开了 王 你快看啊 花开了 快看 那是天神吗 是神龙大人 他一向对草木友善 他应该是来站在我们这边的 要是他同意给草木轮回 可以免他死罪 要是不同意 照杀不误 然而神龙这一跳 并非是要帮助众妖 而是带来了树道天雷 直接开始了杀戮 而这时躺在床上的忌客 也被梦里这一幕直接吓醒了 醒了 我刚才 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 梦里有你 还有很多妖怪 你们要和天神对抗 但是最后 你们都背 都背 先喝口水吧 受灵界影响 你应该是梦到无疾风之战了 两千年前 天下基平所有练出晶圆的草木中妖 因为我一个不成熟的决定 一同聚首昆仑山 与三大天神对抗 最后 就像你梦里看到的那样 九千草木妖 无意生还 黄大人救命啊 黄大人 黄大人啊 我还不想死 黄傲天 不要自责 杀掉那些妖的人不是你 所以错不在你 那错在谁呢 天神或许也有难言之意 我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这个时候应该安慰他不是吗 我认识的黄傲天 虽然看起来不尽人情 实际上他只是很理性 正义感也很强 从来不会意气用事 我确信 你当初做决定时一定考虑得很清楚 或者出于逼不得已 不过 你该扔掉过去的包袱了 我们向前看吧 向前看 说得也太轻巧了 可儿 你是不是喜欢上我了 啊 为什么突然这么问 因为你昏迷的时候 一直在叫我的名字 还说要在无间地狱 陪着我这样的话 那个 我 我只是希望赶快得救 所以随便喊了名字 况且你这个人 黄旺自大 还总是对我大呼小叫 一开始还总对我耍流氓 我怎么可能 喜欢你啊 这样啊 这时黄旺天一把将他按在墙上 可是 在我心里 有一个很喜欢的人 怎么 你不会以为我喜欢的人是你吧 不 不是 放心 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 以后你少跟我接触 不然我和小元 都会感到很困扰 小元 你们不是才见过一次面吗 喜欢一个人的速度 可以这么快吗 跟你没关系 黄旺天 我绝对不会让自己成为你和小元的困扰 我只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从须弥山回来以后 你就对我变了一个态度 因为你变得越来越讨人厌了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事惹你讨厌 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做错 你为什么讨厌我呢 即使不被喜欢 那也不希望被你讨厌啊 在想什么呢 我们分开这么久 不想再好好缠绵一会儿吗 我们今后不要再见面了 自你上次不告而别就 已经注定我们的缘分已尽 我不会把你的秘密告诉黄旺天 快回你的冥界去吧 花莲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 我当初离开你 只是不想再让我们彼此伤害下去了 你看着我 只要你出现在我的视线里 不管多少次 我的眼睛都在为你闪光 花朗 你答应我 只要你答应我 干掉黄旺天和继可 灵界就是我们的 有灵界我就再也不用为了寿命和容貌修炼 再也不必杀人 这样我们也不会再吵架了 我们永生永世在一起 好吗 曼珠沙花 这就是我们之间最大的不同 我从不会妄想得到本不属于自己的力量 站住 激活灵界需要四妖的精元 我现在就是黄旺天的猎物 如果我不先动手 他就会把我杀了 你要为了他 眼睁睁地看着我永远消失吗 继可 我为什么讨厌你 你是真的不知道 还是装作不知道呢 如果非要我把话说得很明白 那我今天就一五一时的 全部 告诉你 只见黄旺天虚的一生 直接脱掉上衣 露出背后的伤痕 无疾风之战后 天神无法将我彻底抹杀 于是决意 把我迎进在无间地狱 女娲用四道龙骨鞭 封印我的妖力 惩罚我在无间地狱 待了整整两千年 直到 黄旺天 我们来做个交易吧 我要你将神农的灵界激活后 保护他重获神力 当天神中新的狗 如果你做到了 我就还你自由 怎么样 成交 女娲处心积虑地 用这种手段羞辱我 就是为了让你恢复神格 从灯无恨风啊 神农 你觉得 我对你这个 亲手葬送了九千草木的天神 能有多少喜欢 不是 那不是我做的 你看清楚 我是继可儿 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类 能在灵界封印时 催动其中神力 能随着晶圆的注入 逐渐恢复属于神农的记忆 继可儿 明明真相就在眼前 为什么要一页障目呢 我现在就是黄旺天的猎物 你要为了他 眼睁睁地看着我永远消失吗 我不会让任何人消失 如果灵界的存在 会造成杀戮和弃生 那么他就不应该存在 雅基夫人已经不在了 就让灵界陪他长眠吧 雅基夫人 我知道灵界对您来说多么重要 可是 您当初为了封印灵界于四妖签订的制衡契约 现在已经被破坏了 灵界不能遗害更多的人 我答应您会保护季家世世代代 毁掉灵界 季家也将少了一大威胁 您一定会谅解我的 对吧 花管家 原来你在这里啊 有事吗 是有点事要问你 布下梅花镇的人 到现在还是没有追踪到吗 这有 镇是一早就布下的 棉花楼每天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 怎么可能那么快查出来 我以为花管家修为这么高 只要不是想故意包庇谁 三五天就应该找到布阵的人了 你什么意思 你怀疑我想故意纵容谁来害你吗 花管家一直很讨厌我 我怀疑一下不是很正常吗 对 我是非常讨厌你 但是如果想杀你 我还用不着借别人的手 花管家真是磊落 我想也是 我们俩一个是季家的狗 一个是灵界的狗 灵界又是季家的宝贝 论起来还算是同僚 花管家应该不会对我痛下啥 黄二天话还没说完 花莲就一个扇子扔了过来 嘴巴放干净点 季夫人为人正直 我是心甘情愿服侍季家的 只要你威胁到了季夫 我一样会杀了你 哎 花管家 我可是好心过来提醒你的 可不要因为你的亡乎职守 让季家绝后啊 跟季家有什么关系 季老爷的儿孙们 在外地生活得很好 我保证一个都不会有闪失 不 我说的是可儿姑娘 她姓季 她是季家最后一个后人 我是从四百年后的世界 将她带回来的 你不相信的话 你用季家这面宗亲敬照照试试啊 如果你没及时找到 那个布阵的凶手 让她趁机找上门来 我倒是不要紧 但是季可儿这个凡人可就危险了 啊 对了 我现在给灵界多加了一道封印 用的是季可儿的命格 也就是说 除非是我亲自解开这道封印 否则 不管灵界是毁了 还是被别人盗走 强行解开封印 季可儿都会丧命 baby 我只是为了让花管家 能对灵界的事 多上上心而已 虽然本大爷是女娲清点的灵界守护神 不过一个人还是有点忙不过来啊 走了 老爷 这些饭菜 本姑娘还是一口没动 都三天了 要不您进去劝劝她 算了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年轻人爱而不得的痛苦 外人却是没用的 得她自己想清楚 要不我陪她出去走走吧 万一她出去撞见黄大人 黄大人的事你一句 也不许跟她提之道呢 季可儿回想着黄傲天说过的话 能在灵界封印时催动其中神力 能随着晶圆的注入 逐渐恢复属于神农的记忆 季可儿 明明真相就在眼前 为什么要一夜障目你 我不是神农士 我根本不是那样的人 季可儿摘下灵界 直接扔了出去 然而 灵界只是碰到了桌子 桌子就直接在中间断开了 我从不想做什么掌管苍生的天神 我也不可能眼也不眨地杀掉那么多人 我 我怎么能是那个 永远无法被黄傲天原谅的坏蛋啊 我宁愿坐过去那个什么都不懂的笨蛋 我想离开这里 我好想回家 救救我吧 这时 一只手抚摸着他的脸说道 感到舒服了吗 其实你早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了 但是答案就像一把刀一样 悬在头顶 你一直侥幸 看他不会掉下来 现在这把刀终于落地 你心里畅快多了吧 我跟神农士没有关系 我就是我自己 我是季可儿啊 可儿 你说你是你 不是别的谁 该如何去证明呢 想想你做的每一次选择 可儿乖 你现在赶快爬出去 不 我不要 每一次的努力 黄傲天 我告诉你 两个爷爷哪个我都不可能放弃 这就是意义 放马过来吧 那些埋藏在你内心深处的秘密和遗感 对不起对不起 那些你拼了命想去证明的 不都恰恰解释了 这就是你吗 每一顿肌肉都是你 每一个毛孔都是你 我一定可以就得了层爷爷 即使失败 即使悔恨 你都很清楚 该选择谁去统治这人间 我想你应该有自己的叛迷 过去无论重来多少次 都会数土同归 因为这就是 这个世上 独一无二的你啊 可是这样的我 怎么能是天神呢 先成为你自己 再来成为天神吧 稍稍调教 一下这个小家伙 就能这么听话 花菜 可以让他当我的灵宠吗 你喜欢就拿去 太好了 那赏你的 以后我会好好调教你 妈妈会好好把你养大 等你长大了 就能把你练掉 妈妈就会妖力大掌 一举两得 黄傲天一把抓起掌掌 放到了一边 哎 干嘛 难道你又不舍得送我了吗 你以前不是这样啊 果然 黄傲天并没有完全信任我 当然不是 只是突然想到 小元想练掉他 以吸收法力的话 这种低微的小妖灵根不纯 到时候与你相冲 反而对你有损 给你的东西 我一定会挑最好的 过两天 我去昆仑山 为你寻一只上古神兽做灵宠 可好 真 真的吗 原来已经被我迷到这个地步了 自然了 凡你所想 必我所及 我 我对你也是这样的心意 啊 饭都要凉了 来 我喂你吃 嗨天姐 在吃早饭那可 你心情好点了吗 今天有好多你爱吃的 你来干什么 黄大人 我只是过来 找姬爷爷说件事 马上就走 不会扫你的心 他刚才应该看到 我和小元亲密的样子了 竟然一副 事不关己的树立态度 难道一点都不在乎 姬爷爷 您之前提议说 可以让花管家 协助我寻找晶元 现在还算不算数 嗯 算数 当然算数 那 花管家 愿不愿意陪我上路呢 啊 愿 愿意 那我们明天出发可以吗 可以 那就这样决定了 明天一早 我就和花管家启程 这里就先跟大家告别了 啊 就 你们俩 不是一直是黄大人跟你 我和花管家 两人就够了 我还有灵界在身放心吧 糟了 如果继可儿拿走灵界 那我费尽心机 接近黄澳天 岂不是白费功夫了 还有花莲 他现在到底站哪边 好吧 看来你已经决定了 我就不劝你了 我会早点回来的 等等 你可以走 把灵界留下 留下 你明知道 我不懂法术 现在只能靠灵界的力量 你把灵界拿走 万一回不来 或者被别人 劫走怎么办 灵界当然还是放我这个守护神身边才安全 哼 黄澳天果然没有辜负我的苦心 拿来吧 够了 黄澳天 你分明是想用灵界和可儿的联系 来要挟我们俩 就算灵界在我这里 我也不会偷偷对灵界做手脚 你以为谁都像你那样卑鄙吗 你想多了 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已 那我也履行一下自己的职责 把你这个人渣从祭府清出去好了 花管家有必要这么针锋相对吗 我们俩上的可是同一条贼船啊 谁跟你一条船 不用吵了 我刚才仔细想过了 黄澳天说的有道理 这一路上势必千难万险 带着灵界走风险太大 还是由他贪管更安全 花管家 这一路上就更加辛苦你了 你 哎 请你保管好他 还用你提醒 这是本大爷的差事 咱俩带够了吗 衣服带得够穿吗 要不要再带点水果 对了 银票可千万要在袜子里藏好了呀 听爷爷的话才不能外露 可离我这么大岁数了 还要白发人送黑发人 我记得这成语不是这么用的吧 爷爷 您已经说了两个小时了 行了老爷 您再说下去就天黑了 走了呀 您自己多保重 保重 等等 你们还落了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什么 雨伞啊 可儿 我们走 等等 雨伞真的很重要啊 下雨的时候可以挡雨 太阳大的时候可以遮阳 你们小姑娘 不是最怕晒黑吗 好好 散我们收下了爷爷 你快回去吧 怎么回事 刚才还是大太阳 怎么这会儿就下起雨了 记爷爷是认真的吗 花管家 我们还是 先去前面的小庙避一避吧 走吧 虽然下雨误了赶路 但是我很喜欢雨天的 没有什么事比下雨天 躲在屋子里睡觉 更幸福的事了 花莲 在我心里 没有什么事比和你在一起 更幸福的事 如果有了灵界 我们就可以一直幸福下去了 花莲 在那个时机到来之前 灵界的最后一道封印 你千万要守住 拜托 花莲 你不会忍心看着我在你面前灰飞烟灭的 对吧 尽快做决定了 就在花莲在深思做决定的时候 一个手拍了过来 啊 对不起花管家 我刚才叫了你很久 你没有回答 呃 你说什么 我说我刚注意到 这个庙里供奉的神像 好像有些眼熟 这是三神庙 供的是女娲 神农 福西上古三神 不过三神四平已经神隐 拜他们也没什么用啊 当今世人多信如是道 所以随处可见荒废的三神庙 嗯 我知道了 那个 花管家 这几天赶路你是不是很辛苦 今晚让我来守夜吧 你好好歇一下 我 没有觉得辛苦啊 你是不是不情愿跟我一同上路 只是因为季爷爷的关系 才答应下来 这几天你话很少 好像有新事 所以我在想 我是不是勉强了你 没有这回事 可儿 我没有丝毫不情愿 只要是季家的事 花莲亦不容辞 不过我的确是在担心 什么 我们此次要找寻桃花妖红雨 但她一向形势低调 传闻甚少 男女都未可知 旗帜连其他三妖都不知道 她确切的身份 如果她刻意隐心埋名 我们该从哪着手寻找 或者 如果一直找不到 又该怎么办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只要却有七人 就一定可以找到线索 花管家是不是已经有了什么想法 在听我的想法之前 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吧 好 你知道当年季夫人是怎么死的吗 不知道 封印灵界需要消耗大量的灵力 即使像季夫人这样强大的人 在把灵界封印后 也没能活过十年 而现在 你要激活灵界 让她重新出世 你这背后要承受的代价 可儿 你真能承受得起吗 而要不要考虑 放弃灵界 我承受得起 只要我不死 我就必须要承受得起 连性命都不顾了吗 其实一开始 我只是为了救我爷爷 才决定冒险 但现在已经不只是这样的理由了 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 黄奥天在无间地狱那样的环境 能忍受两千年 怎么会突然同意 做女娲的代理人 去守护灵界 以我对黄奥天的了解 力量 权力 甚至自由这种东西 都没有她的尊严来得重要 如果她连尊严都不要了 并是因为灵界上 有她毕生都在追求的东西 是什么 我猜测 是轮回的通道 黄奥天告诉我 神农掌握着万物生与死的法门 而灵界又是倾注了 神农法力的神器 黄奥天一定是想将这枚灵界 作为草木轮回的通道 所以才不顾一切地想要激活她 我没想到 黄奥天那样对你 你还能完全为着她着想 我很佩服你 不 不是的 当作为一个女孩忌可儿的时候 我当然恨黄奥天的烂情 恨不得再让女娲多戳她几遍 但是她带我来到这世界 让我看见了曾经的草木 她们也有血有肉 有爱有恨 却没人看得起 无疾风一战 草木被狠狠打压后 她们更是只能在人类的夹缝中求生 几千年来 为了自然界其他生物的生存 她们一直被迫割舍了所有的权益 却没得到任何尊重 而她们一直想要的 仅仅是想和其他生物一样轮回的权利而已 当我渐渐发现自己或许有能力去改变的时候 我不能说服自己当作看不到 活在这个世上 一个人通常有多重的身份吧 这件事上 我选择舍弃怨恨的我 做那个拥有强大力量的人 去承担应负起的责任 所以 灵界我绝不会放弃的 花管家 你会站在我这边的 对吗 你说得很好 可是我 似乎没有你心怀苍生的胸襟 我呀 只想守护一个人而已 花管家把祭壳捆了起来 对不起 我会把灵界重新封印起来 一切都会恢复原样 这样谁都不必死 这是我能想到的损失最小的办法了 可儿 原谅我的私心 我不能看着他死 花管家 先不要走 你等我 花管家 就在花莲要走的时候 继可儿大声地喊出了红羽的名字 你 你为什么说我是红羽 他只是在虚张声势吧 我刚才说过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其实我已经有了线索 继夫人封印的目的是制衡 那他一定要保证 这其中有绝对不会背叛他的力量 这个力量 使他亲近之人的可能性就很大 继夫人生前乐善好施 与他亲近的人很多 仅凭这个 就怀疑我也太草率了吧 不 你只是我的怀疑对象之一 我之所以确信 那个人是你 是你自己刚刚说出来的 桃花妖行踪成迷 你一个修仙之人 知道这一点不足为奇 但其他三妖也不知道桃花妖的确切身份 这一点 我和黄傲天都没打探出来 能知道的 只有身在其中的人了 因为继夫人为了保证自己人不被其他三妖找到 一定会对所有人隐瞒你的真实身份 所以我可以十分确定你 就是红雨了 继夫人之所以封印灵界而没有毁掉 一定是为了有一天能够重新打开它 花管家 我相信继夫人没有信错人 你一定会帮她完成这个心愿的 对吗 可儿 我原本以为你看起来文静乖巧 很好糊弄 没想到是我看错了 你猜得没错 灵界确实可以用来作为轮回的通道 但是打开这条通道的条件 你确定你做得到吗 就像凡人像天神的祈求需要供品一样 向天地祈求 劈开一条莫须有的轮回 也需要供品 供品就是天神的神格 你说的没错 这几千年来 草木都在受着其他生灵的支配 即使成经的草木 也要在人类的夹缝中寻求生存 但是 天神也默默看了几干年 难道我没有信吗 我就忍心看着同类被摧残吗 但是太难了 黄澳天那堂壁挡车的无疾风一战 还不能证明吗 可是我比黄澳天更可笑吧 雅基夫人说 会有一位天神大人主治公道 我竟天真的相信了 还为此甘愿做了一道注定牺牲的封印 我等到这世间 都没人再信上古天神 等到三十秒全都破败他 也没等到任何一个天神 站在我们这一边 与其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神明身上 不如明哲保身 草木有没有轮回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要我和彼岸花 苟且偷生下去 就够了 花莲 就在这时 尿门突然被撞开 进来的人是小元 此时的他满身伤痕 嘴里还说着 终于 找到你们了 小元 你怎么受这么严重的伤 还流了这么多血 是谁干的 不 我伤得不算重 我身上的血 其实大部分是黄澳天的 在你们走后不久 有一个很厉害的妖怪 袭击了祭府 他要黄澳天交出灵界 黄澳天不从 那个妖怪就开始大开杀戒 黄澳天为了护我出头 受了很重的伤 他说 让我去找你们 还说让可儿姑娘 务必保护好灵界 可儿姑娘 灵界在你这里 是不是 什么 灵界不在我这里啊 花管家 你先帮我解开一下 小元 你慢慢说 黄澳天他怎么了 季爷爷他们怎么样了 这时 小元一把冲了上来 指着季可儿说道 都是因为你 你偷偷把灵界带走 因为你黄澳天才会受伤 小元 你冷静一点 灵界不在我这里 还要狡辩 就算你嫉妒我得到了黄澳天 也要为季府上下考虑考虑吧 你想看着他们被屠杀光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谁袭击了季府 黄澳天为什么说灵界 在可儿身上 够了 小元 小元姑娘 灵界真的不在我这里 我把灵界交给黄澳天的时候 你也在场 我说到做到 既然交给他就不会偷偷带走 你先把季府遇袭的情况说清楚 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对策好 话还没说完 小元就直接掐起了季可儿的脖子 对策只有一条 就是你交出灵界 才能救他 季可儿 你不要再装了 黄澳天一定在什么时候 偷偷把灵界给了你 现在黄澳天和季府上下几十条人命 都在你手里 你交还是不交 灵界 真的不在我这里 看来你是真的不想活了 曼珠 不要 你别多管闲事 花莲看情况不对 想要阻止 却被曼珠一把打开 呼吸越来越急促了 难道就要结束在这里了吗 哎 今天季府怎么这么空 黄花菜 你在哪 黄澳天 我在这 我在这 上来 他今天看起来 怎么有点反常 只有你一个人在吗 其他人呢 我想和小元在这里晒晒太阳 就我们两个 好 好啊 小元不喜欢吗 当然不是 难得没人打扰 能和你一起享受平静的生活 我求之不得吗 也是难得除掉你的好机会呢 春天的太阳 最适合草木聚集灵气 还记得吗 从前在无间地狱的时候 只有一丝阳光 供我们俩活下去 那个时候你刚刚化形 还是个小不点 记得呀 我只有长长那么大 你还老是仗着自己 比我大欺负我呢 对不起 是我脑子抽了 还是黄澳天脑子抽了 他依然会道歉 我明知道那时的你灵犀不稳 却还总是故意捉弄你 不许你汲取阳光 你离开以后 我每天都在后悔着 为什么没能在你 还在我身边的时候 对你好一点 是我太自私了 我怕你一旦长大 就会离开我 现在我想把最好的阳光给你 你也不再需要了 你会原谅当初那个猎的我吗 不原谅 欺负过我的人 我可没那么容易原谅 我要你 用余生去还 随即 曼珠在黄澳天背后 换出一把匕首 想要将他刺死 可就在这时 黄澳天一把将其拉开 菜菜 怎么了 不得不说 你演得这么投入我差点 就信以为真了 曼珠 沙华 你什么时候察觉的 虽然你的皮像语气 都模仿得一模一样 但最致命的漏洞 你在一开始就暴露 如果小元他还活着 一定会在第一时间 就想方设法回到我身边 即使心存愧疚 他也会直面我 认我惩罚 绝不会躲起来 既然你早就看破 又为什么和我演了这么久的戏呢 因为你是世上唯一一个 知道我和小元之间过往的人 我想多留你几天 哈哈 你说这话 不怕伤害小元的心吗 你故意把季客赶走 把灵界留下 一直跟我演戏 不就是为了拖住 我保护季客吗 其实你早就 对季客而移情别恋了吧 住口 曼珠沙花 你觉得你今天还能活着出去吗 黄澳天 你知道吗 从你做出 要一个人扛下所有 这个愚蠢决定的时候 就已经输了 是水灵 没有十足的把握拿下你 我会跑来送死吗 哈哈 原本以为会等到多大的人物 原来你找的靠山就是 我从前的小跟班啊 好久不见 水灵 就在这时 季家大院 似乎被某种灵力照了起来 这是 你竟然用自己的晶圆围炉 布下囚灵阵 对 只要有我有一口灵溪在 你们就不可能逃出这里 不是想要我手中的灵界吗 有本事就来拿吧 就在这时 继承给季客而的那把伞 猛地撑开 直接将半珠击飞了 季客而 你还好吗 这把伞 是我用灵界化成 你生命受到威胁时 它会自动解开封印 抵挡一次攻击 但它一旦解开 就说明 此事我预想中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 不要慌 这个时间足够你 想出应对的办法 现在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 你要听好了 第一件 任何时候都要听花莲的话 我已试探过花莲 她对季家忠心耿耿 她知道 你是季家后人 定会护你周全 啊 对了 我现在给灵界多加了一道封印 用的是季客而的命格 baby 我只是为了让花莲家 能对灵界的是多上上心而已 虽然本大爷是女娲清点的灵界守护神 不过一个人还是有点忙不过来啊 走了 所以 每一步都是黄澳天设计好的 那么他说最糟糕的情况是 第二件 如果这次攻击你的人是彼岸花 那么 除掉他以后 不要再回祭福 更不要试图找我 剩下的路 你自己也可以走下去对吧 不要让我失望 也不要让你爷爷失望 懂了吗 我要求你从现在开始 无条件地相信我 你做得到吗 我是季家的守护神 我的使命是保护你 你刚才不是说 喜欢一个人 就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努力追上他吗 所以 在追上我之前 就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混蛋 不是说 你的使命就是保护我吗 不是说 要我努力追上你吗 现在一件事都没做到 你凭什么决定退出 这时 黄澳天的影像 也幻化成了灵界 原来灵界他一直都带在身上 骗子 你把黄澳天怎么样了 黄澳天用晶圆做求灵阵 想以死来阻止我们拿到灵界 但是他不知道 他面对的可是水灵大人 和他一样出身的上古妖邪 不过 水灵大人的妖力 可没有被封印忧 你看 我现在好好的站在这 自然是因为水灵大人 已经把黄澳天的晶圆 错骨扬灰了 哈哈哈哈 怎么样 你要是求我的话 我可以考虑 让水灵大人 留下的全世 纪可尔直接拿灵界 幻化出一把剑 开始了反击 纪可尔 这可是你自找的 就在曼珠耀打到纪可尔之时 一个B绑挡了下来 是花莲 花莲 给人类当了几年狗 就忘了自己是谁吗 你要护着他 我就非要他死不可了 可尔 拿着灵界回纪府 可是 这里 这里不用管了 忘了吗 我可是四妖之中最强的红宇 也是纪家的守护者 什么 一直见首不见尾的桃花妖红宇 竟然是花莲 快走 想要是黄傲天那个混蛋还没死透 你或许还来得及救他 好 那这里拜托你了 花莲 我在继府等你 可尔 继夫人所说的 会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天神 是存在的 对吗 并且我向你保证 天神再也不会离开了 好 我相信 如果是你和黄傲天 一定可以实现继夫人的诺言 可尔 我提前替草木一族 谢过你了 黄傲天 看看你 曾经的战神黄傲天 现在像狗一样倒在你里 真狼狈啊 你不会觉得 我会让你这么便宜的就死吧 水灵 你究竟想要什么 黄傲天 长流山 顺势 你都还记得吗 水灵的这句话 勾起了黄傲天的回忆 我这是在哪 这是哪 你是谁 孩子 这里是长流山 我是此山的山神顺势 当年 顺势将刚刚化形 险些冻死雪中的你 就像山中 教你修炼之道 遇见之法 你天分高 他对你 可谓是清尽全力培养 他从来没有那么看中过一个人 看见了吧 这就是渠儒 阿黄好厉害 这可是神鸟啊 我看阿黄的妖力 能赶得上山神大人了 山神大人 我做到了 我抓到他了 这两千年 你可有一丝一毫 觉得愧对于他吗 山神大人 山神大人 这一天 山神晕倒了 阿黄 我的大县到了 我该回去了 你要回哪 草木无根 无灵 无轮回 生于天地 最终要还于天地 大县 就是草木 该回归的日子 天神执掌天地 我就要回到天神那里去了 我不明白 长流山是我们的家 我们体内的晶圆有灵力 我们不是无根无灵 什么天神 什么轮回 我不会让你走的 你今后要带着大家好好修炼 明白吗 过去 你是宣草妖 现在 我给你真正的名字雅泽 雅泽 我走了 你要照顾好长流山 山神大人 山神大人 他们面前所祭拜的 全都是上古植物名 先是刘仪 西岩 现在小金桃也 只怪长流山的灵脉是微 灵力低微的草木 根本生存不下来 回去吧 山神大人 小金桃才刚刚化行三天 晶圆就枯竭了 他也是大县道了吗 我会尽快把灵脉秀不好 山下肯荒的人还在继续 灵脉已经所剩无几 长流山今后还能孕育出草木之精吗 如果是天神有意瓦解长流山 你又能撑到什么时候 谁再有意夺走长流山的生灵 山神大人 你继续懦弱下去对得起顺势的数托吗 住口 你以为我是如若 我什么时候怕过 顺势让我照顾好长流山 这里的一切就是我不能冒险的理由 你了解天神的实力吗 能保证天神不会让长流山瓦解得更快 那就瓦解吧 你 不要把守护长流山的责任放在你一个人身上 你是长流山的山神 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你的一兵一组 谁把属于长流山的东西夺走了 我们要的是你不卑不亢的 好回来 山神大人 我们什么也不怕 就是怕长流山不热闹 山神大人 我们最近都有在好好修炼 灵力已经精进不少了 不幸您来检验 我也是 我也是 你们 好 你们在长流山等着 我替你们会议会天神 随后 黄傲天便带着众人所托 来到了昆仑山无疾风 草木化的晶圆便有了灵 和其他的生灵并无不同 女娲大人 您作为主宰万物的神明 这样打压草木 是否有事公允 雅泽 你好大的胆子 你是来教我如何做天神的吗 我不敢 草木从土中化形 无父无母 本没有世间的亲情羁绊 顺世大人说 孕育我们的长流山 就是母亲 彼此之间就是兄弟姐妹 要相亲相爱 我知道 长流山已经保不住了 但那些本不该牺牲的生灵牺牲 我长流山的兄弟姐妹们 我希望女娲大人 可以将他们还回来 放肆 区区山神敢命令我 草木没有轮回 我如何让你的兄弟姐妹回来 既然天神可以决定 草木何时大限 又怎会不知如何生还的办法 只要你把他们还给我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雅泽 你说的是 任何代价吗 她同意了 真的 可是 女娲大人她 会这么轻易地答应 没有为难你吗 没有 天神本就是正直和慈悲的存在啊 她很好说话 没有为难我 只是 出了一个小考验给我 这块巨石 只要我不借助任何灵力 将她推上山顶的神宫 女娲大人 就会为草木 开辟一道轮回 到时候 不光是金桃 和婚 刘姨 西岩 她们可以重新化形 旗帜顺势大人都可以回来 你快回去 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小家伙们 一定乐疯了 阿黄 这算是小考验吗 这么大的石头 无疾风万丈之高 你不能用任何灵力 并且一旦开始 中途 不能停下休息 你会累死在路上的 女娲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条件 你为什么要答应 我没有别的选择 这是天神给长流山唯一的机会 没有为什么 我只要去做就好了 你不必担心 是我的话 就一定可以做到 从此 黄傲天便从未休息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一直都在推着 如果坚持不住 就停下来吧 没有人会怪你 这时 有路过的姑娘 她便问道 姑娘 这里还有多远 才能到达山顶 山顶 你不知道 无疾风是没有顶点的吗 没有顶点 什么意思 山顶不是女娲大人的无疾宫吗 无疾即是没有尽头的意思 你可能走千步 就可以到达山顶 也可能走千万步 但也可能 永远都到不了山顶 这是女娲大人的神域 她若不想见你 你永远都走不到尽头 小玉 你在做什么 我们在落日之前 要赶去神农大人的无恨风呢 就来了 永远 走不到尽头吗 这个姑娘的一息话 彻底打击到了黄傲天 她停下了脚步 想起了女娲说过的话 草木没有轮回 我如何让你的兄弟姐妹回来 山神大人 我们什么也不怕 就是怕长流山不热闹 如果是天神 有意瓦解长流山 你又能撑到什么时候 任何代价吗 如果坚持不住 就停下来吧 没有人会怪你 雅泽 我走了 以后你要照顾好长流山 想到这里 愤怒的黄傲天使用灵力搬起这块巨石 既然我永远都无法抵达尽头 那就别怪我 砸了你这神宫吧 随即直接朝着女娲宫殿砸了上去 我们真的要去吗 那可是天神啊 你这个耸包 平常山神大人是怎么带我们的 女娲把山神大人当成苦力 驱使了这么多年 你们能忍吗 不能太 可是 我怕 不愿意上山的现在走还来得及 山神为你们忍辱负重这么多年 没有求得女娲一丝一毫的怜悯 到最后她连你们也指望不上 要回去的 用你们即将死亡的身体 等着和长流山一起老死吧 雅泽 我不能继续看着长流山的山神被羞辱了 我们早该意识到 只有正面抗争才有可能摆脱宿命 这时地面开始轰然震动 小妖精们全都四散而逃 地震了吗 啊 女娲大人 终于肯出来见我了吗 雅泽 气急败坏的女娲拿起骨鞭 就要抽打黄傲天 然而抽打数次并未击中 还被黄傲天一把抓住了她的鞭子 雅泽 看来你根本不知道 神代表着什么 然而让黄傲天没有想到的是 她手里的骨鞭直接便长把她捆了起来 将她重重地砸在地上 知道我为什么见你的第一面 就知道你叫雅泽妖 因为这名字是我赐给你的 被神赐予名字的人 可以调用神的力量 不光是你 顺势的名字也是我赐的 不然你以为 山神的力量是怎么来的 我告诉你 没有一株草木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名字 我赐给你名字 给你力量 你怎么不懂得珍惜呢 在冒出那些异想天开的想法 顺势就是你的下场 顺势没有告诉你吧 长流山所有的草木精怪 是调用体内的晶圆修炼的 所以 不需要你的神力 我依然是长流山的山神 你赐的名字 你赐的力量 我统统不要了 今后 谁也不能决定草木的生死 人党杀人 神党杀神 刚才是地震了吗 连天神的地界也有地震吗 不会是山神大人 是山神大人 真的是山神大人 山神大人回来了 雅泽 你怎么样 出了什么 他打断道 雅泽不是我的名字 从现在起 你们每个人都给自己 取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名字 不允许他人带去 还有 所有草木 从现在起 不用再贡献你们的花蕾和果实 我会带领你们 和天神定下的宿命 对抗到底 曾经的你 是所有人唯一的信仰 你比天上任何神佛都耀眼 可是 谁能想到 是我们的信仰 最先背叛 成为天神的走狗 只是为了一个天神的法器灵界卖命 虽然长流山不在了 但是只要 有我还在 就不会允许一个叛徒活着 尤其是你 你想杀的人 真的是黄傲天吗 这时 一个声音传来 是即可 你最想杀的人 是你自己吧 如果没有当年的无疾风一战 是不是所有人都还好好的活着 如果当初你没有煽动黄傲天 忤逆天神 长流山是不是还能留下来 过去的两千年 你难道没有这样怀疑过自己吗 没猜错的话 九千草木 只剩你们两个人活下来了 黄傲天被关进了无间地狱 而你 当初伤得很重吧 同伴都不在了 剩下的人 注定要独自承受无边的孤独和怨恨 那种自责的心情 在深夜里 几乎要把你压垮了吧 这时 水灵一把抓住忌坎说道 自责 悔恨 那种东西 在我身上不存在 要怪 就应该怪黄傲天 这个废物太无能 顺势就不该把长流山交给他 都是因为他一切才全毁了 对 如果不证明黄傲天是无能的废物 你根本无法宽恕自己 所以 你想杀的人 其实是你自己吧 想知道 无能的废物黄傲天 做了什么吗 那个雅基夫人 究竟对你做了什么 你会为了她 把你的言罗善对着我 我们在一起两百年 也比不过你们十几年 慢珠沙花 我曾经很喜欢你 不 现在也喜欢 我可以把我的心给你 但我也只能给这么多了 每株桃花开的都不一样 却都叫红雨 你应该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名字 花 莲 恩人 我有名字了 神农大人说 天下万物 均应被命之以名 命之以名 便是赐予生命 只有如此 在这片大地上 才会出现草木和岩石 根茎和枝条 花朵和绿叶 命之以名 万物细弱微沉的心跳 才能和整片大地共同律动 而命之以轮回 才能让万物 和大地紧紧相连 让使者的记忆与生命息息相关 一直到今天 我才知道 雅基夫人这段话的真正含义 慢珠沙花 现在 草木的轮回 就在我们俩身上 草木轮回的通道 就是灵界 而打开这条通道 需要天神做祭品 你假意答应女娲守护灵界 其实就打算好用我做天地的祭品 好打通轮回通道 复活你的九千草木 摘掉罪人的帽子 对吗 对不起 可能会有点痛 死亡不是终点 是重生的起点 重逢的时候 如果你还记得我 我们就重新开始吧 说吧 两人就一起殉情了 对吗 我说的对吗 说话呀 你是不是冲着我身上的神格 才找到我 水灵剑状 一把将忌可拽到一旁 他说的是真的吗 你身上有神格 黄傲天 你不是想要赎罪吗 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 杀了他给我看看吧 证明看你是不是真的为了轮回 只要你能杀了他 我就承认 你不再是叛徒 而是我们重敬的山神大人 犹豫了 啊 原来你真当了女娲的走狗 一心一意地要守护灵界呢 水灵说完 黄傲天接过水灵手里的刀 直接刺了进去 曼珠和红雨的晶圆 也是直接飞进了 纪可的身体里面 这一刻 一个声音在他的脑海里响起 我们贵为天神也有很多事情难以两全 雅姬 带着灵界 走 长得圆圆笨笨的 就叫小圆吧 可是黄傲天刺的 并不是纪可 而是一旁站着的水灵 我没看错 你果然是个彻头彻尾的叛徒 说完 便抽出了身体里的刀 并一掌 将黄傲天打飞出去 这时 纪可醒了过来 头好疼 像要炸掉了 黄傲天抱起纪可说道 纪可 现在你体内四腰的晶圆 正在冲破封印 你要撑过去 才能激活灵界 我现在 把你传送回去 你拿着灵界 去救你的爷爷 过去的任性 我就不和你计较了 但这一次 定不可以再回头 不 就这样 纪可被传送回了现代 水灵一剑 刺穿了黄傲天 我现在